2003年发生在台中龙井的 女保险员分尸案 震惊了社会 其中破案的关键是 这一家通讯行的赵姓老板 他收到了嫌犯广泽强 他所变卖死者的手提电脑 他主动地向警方举报 他没有想到 就在他协助警方破案之后的 七个月 他竟然也惨遭杀害分尸 而主动到刑事局报案的 是这一名灵性的工程师 他说几天前 他的女朋友要他到台中去 帮忙丢弃两个沉甸甸的大袋子 还跟他说 那是朋友送的冲气娃娃 已经不要了 说要丢掉了 但是灵性工程师 他却摸到了血 冲气娃娃怎么会有血呢 他女朋友还解释 因为那个冲气娃娃做得很逼真 所以还会有人造血 但事后 灵性工程师在他女友的住处 发现了这一张可疑的字条 他整个过程是越想越不对劲 他怀疑 难道当初他帮忙丢弃的 根本不是冲气娃娃 那会是什么呢 外台北市中校东路上的刑事警察局 这天晚上两名男子 照上了当时正义队组长 王志成 有两名陌生人就进来 说他要报案 那问他说是什么事情 那其中有一名他是自称是工程师 他跟我讲说他怀疑他被牵扯到一宗可能是命案 感觉他很紧张 眼前这一名自称工程师的灵性男子 看起来憨厚老实 尽管有朋友陪同前来 仍掩饰不了他的紧张 那我就继续问他说是什么原因 他说他在一个礼拜前 他的女友交到他的租屋处 请他帮忙丢弃了好几袋塑胶袋 在台中的大陆山山区里面 工程师说他帮女友小燕 丢了一大一小两个袋子 他记得很清楚 因为袋子里的东西太重了 那女性工程师先问他说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重 同女跟他讲说 很有送的日本的重启娃娃 没有要用的所以要把它丢掉 问题是帮忙女友丢垃圾 怎么会跟命案扯上关系呢 然后他在放进这个纸箱的时候 他不小心他有触摸到 里面的东西 结果发现有血 他就问这个黄姓女子说 怎么会有血迹 那黄女跟他讲说 那个新型态的充气娃娃 是人造血的 会比较逼真一点 离姓工作室问他说 为什么不丢垃圾车就好了 那个黄女回答说 如果可以丢的话 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那灵性工程他听了 他也自己觉得震了一下 什么东西不能丢垃圾车 灵性工程师不懂 但女友竟然开口了 是我男友他当然全力帮忙 而他帮女友丢完 重启娃娃后 女友小燕还送给了他两样东西 一个手机 还有一把菜刀 菜刀是他女朋友送给他的 那我想就是平常女朋友 怎么有可能会送你的情人 会送一把菜刀 这把菜刀是一年前 他跟女友去卖场买的 至于手机是哪里来的 女友没有多说 他心里也觉得很纳闷 所以说他也怀疑 不仅如此 他也在女友的租屋处 找到了一张纸条 上头几个字 看起来像是女友的字迹 就爱得越深就伤得越重 情字歌憨忍嘛 心哭挡嘛 女孩子写的字 里面充满了有点怨言啊 所以说我们感觉到 这应该是男女可能有情侣 在那边吵架写出来的一个字 灵性工程师跟女友的感情 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女友要写下这一些字句呢 他觉得他这样写觉得很怪 尤其是我就说这个情字歌憨忍的 这个字要他觉得很怪 所以他要离开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说他要出于什么心态 但是我觉得他当下 一定会觉得有问题 所以他把这个字条一并带走了 回到家的工程师 越想越觉得怪 那两袋沉甸甸的袋子里 装的真的只是充气娃娃吗 可是后来想一想又觉得说 好像是不是真的尸体 他也半信半疑 他又对照了 他在他的住处拿到的那一首 情字歌憨忍的那个字条 他越看越觉得毛骨悚然 所以他后来才决定说 他就带着 这三种东西去形式去报案 所以说我们当机立断 我们先把那一把刀 我们送到我们的监视盒里面 来进行财政 那另外一方面 让我们赶快连夜的南下到台中 一件案件 你先必须找到这个尸体 你这案件才能够成立 而不是光听从 这个灵性工程师的片名之词 所以最重要是整个案件 一定要先把尸体先找出来 警方在灵性工程师的带领之下 连夜的从台北南下 赶到了台中的大渡山 果然找到了那个塑胶带 而打开一看 竟然真的是一个人头 而且眼尖的原警 一眼就认出了死者 他就是七个月前 协助警方 侦破龙井女保险员分尸案的 那个赵姓通讯航老板 他还曾经是台中县 狮子分会最年轻的分会长 在地方上可以说是相当的活跃 而究竟他和谁结下了深仇大恨 怎么会招人杀害分尸呢 而赵姓老板 他和灵性工程师的女朋友小燕 又是什么关系呢 为在台中大渡山区的望高辽 平时常有情侣相约看夜景 放眼望去 整个大渡市区一览无遗 但离开的夜景公园 再往里头走 人言罕至住家又少 为了确认灵性工程师 口中的命案是真有其事 专小组连夜带着灵性工程师 前往台中大渡山区 要找寻被他丢弃的那两个袋子 这是一个 就是山坡到处都是杂草重生 整个山坡而且满深的 这真的范围很广 如果你要 你没有比较大概的位置 你要搜寻 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搜寻得到 从千里山过来 然后转过另一边 转过另一边 右转 右转过来 就在这边 这个石坡下面 你看这边现在都是杂草 当初也是杂草 灵性工程师说 就是这里赶快找找 我们那边就慢慢割 人工割草的 就是慢慢割 然後慢慢採取 然後就大家分開打 那把它拿上來以後 發現是一個頭顱 因為這塑膠在四五層包起來 把蜜蜂綁起來 他也是五人 他也說不出來 他說怎麼這樣 明明跟我說沖洗澡 女友不是說是沖洗娃娃嗎 怎麼成了屍體 那找到的頭顱身體在哪 那屍體它是分別 氣失在兩個地方 那它的軀幹 身體的部分應該是 氣失在這一個 大渡那邊的一個 回家公墓的零碰塔下 結果在一個公墓的附近 底下的草堆山坡下 那我們又動員了滿多人的 又下去找 靈性工程師說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袋子 他們往山溝底下人了 但來回搜索的半天 就是找不到 後來我心裡就默念 說我們是來幫忙你伸冤的 麻煩你讓我們趕快能夠找到你 趕快找到屍體 是所有在場遠景的唯面想 一來是要替死者伸冤 二來是希望能夠幫死者 完整的回家 或許是冥冥之中 也或許是巧合 就在王志誠心中默念完這些話後 順著90度陡峭的山坡 拉起了一個麻布袋 打開一看 裡頭就是一句缺了首級的神曲 找了大半天 頭跟身體終於完整地找到了 眼尖的遠景一看 這斷頭男師不就是台中抹獅子會的 前會長阿昌嗎 他平常都滿熱心公益的 一般像要幫助那個窮困的家庭 一定是前面先跑前面幫人家的 遠景對阿昌印象深刻的原因 除了他曾是獅子會會長交流廣闊外 最重要的是他所開設的通訊行 在案發半年前曾經協助警方 偵破了台中龍井的 女保險員命案 去年底女保險員遭到 陳金火分飾案當中 共犯廣德牆 販賣死者電腦的 千鴻通訊行就是照片所開 當時老闆照片不知情 收購女保險員的電腦後 通報警方而逮捕共犯廣德牆 35歲的阿昌熱心幫忙 檢警辦案成了地方佳話 但一個禮拜前他失蹤了 家屬也報了案 沒想到這一次 他卻成了命案當事人 按照林姓工程師的說法 是女友小燕找他幫忙棄屍的 小燕若不是兇嫌 肯定也知道些什麼 而就在專業小組 嘗試要聯繫小燕的同時 工程師的手機響了 電話的另一頭是小燕 王志成立刻要工程師 冷靜下來 千萬不能讓小燕起了疑心 那我們也跟林姓工程師講說 你問他現在在哪裡 有沒有要再碰個麵 吃個飯 那結果黃姓女子 他講說他在台北市 那我們就想請 林姓工程師他約地點 他就約在台北的某飯店 小燕答應了邀約 並且約定晚上六點 要在台北車站附近碰面 專小組立刻搭車 從台中北上 但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 小燕他真的會出現嗎 好 警方已經埋伏在小燕 和林姓工程師相約的這個地點 時間到了 小燕他也準時出現了 是一名身高不到150公分的 弱小女子 他有可能是殺人兇手嗎 警方立刻上前表明了身份 請他回到刑事局協助調查 但沒想到才問到他和死者 趙姓老闆的關係 小燕竟然當場就崩潰痛哭 他認了 他一五一十地告訴警方 他看已經有家室的趙姓老闆 發生了婚外情的過程 而且他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還指控趙姓老闆逼他墮胎 還要跟他分手 有一天凌晨喝了酒來找他 雙方發生了爭吵大打出手 小燕他搶下了趙姓老闆手中的菜刀 結果當趙姓老闆 朝著他直接衝過來 就因為力道太大 這把菜刀就卡在對方的脖子上 這是小燕的說法 但是如果是因為不小心意外的殺了人 為什麼還要把對方的頭砍下來呢 大渡山區斷頭男時命案 專一小組起零信工程師 約出了小燕 地點就約在中校西路上的 孟家飯店 那我們在那個飯店附近 也部署了警力 因為當初真是下班時間 人海茫茫 飯店位在北車捷運站的出口 傍晚六點多人車正多 攜帶攘網的人潮中 警方拿著照片逐一比對 終於在人群中找到了那個身影 就我發現有一個女子 背著包包就站在一個牆角落 跟一般的女孩子並無不同 小燕背著包包站在飯店旁靜靜的等待 王志成見狀儘管心裡也有懷疑 仍是往小燕走過去 小燕跟著警方回到了刑事局 對警方來說得趕快要釐清 小燕跟著警方 跟阿昌的關係 以及阿昌的死跟他有關嗎 沒想到當警方問到案件時 小燕頭一低 他哭了 我們有就是有跟他講說 我們有發現被害人的屍體了 也詢問他跟照星被害人 這之間的交往情形 所以說講到這部分 他就整個就崩潰了 就整個就哭出來了 小燕說他因為修手機跟阿昌認識 兩個人互有好感 交往了一兩年 儘管他知道阿昌有家庭 這場不倫之戀 他們還是愛得濃烈 前陣子他發現自己有了孩子 沒想到阿昌卻要求他拿掉孩子 並且提出了分手 他懷孕了以後 就是這位被害人 他就是要求我們這位 黃姓女子墮胎 這位被害人就是施以暴力 經過長期累積之下 然後心中有點怨恨 就是他跟趙欣被害人 認識了那麼久 那付出的也蠻多的 那竟然就是趙欣被害人 說分手就要分手了 那他也一直想要挽回 那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挽回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 小燕說 一個禮拜前的某天凌晨 阿昌喝了酒 帶著幾分醉意到租屋處找他 兩個人起了爭執 他的男朋友就是趙欣被害人 來找他 那可能要對他不禮貌 他就斬抗 所以兩個人就發生爭吵 大打出手 一開始也是這一個 死者拿著菜刀 女兒就趁戲 把男生刀直接搶過來 拿了一把刀 就跟他講說你不要再過來 趙欣被害人還是往前 後來死者就要衝向他 這個嫌犯 他就菜刀就拿起來 據兇賢的講法是說 因為衝的力量太大 所以刀子就卡在 死者的脖子上 然後流血過頭就死了 所以他也沒有否認說他沒殺 對 他說是因為 不小心過廝殺人 是你一個人把他殺了嗎 小燕說 他是為了要保護自己 誤殺了阿昌 但問題是 若是誤傷 阿昌為何會失所分離 沒想到小燕接下來說了這些話 這個皇女講說 因為她覺得刀卡在脖子上面 很難看 她覺得 想說要讓頭跟身體 來做一個分離 她覺得比較好看一點 坦白講一般人嚇都嚇死了 但皇女做的不是說 趕快報警 會是愛之聲恨之重 才讓小燕決定斷了兩個人的情分嗎 小燕清楚交代了一切過程 他說因為搬不動阿昌 才找來林姓工程師幫忙 事後她將雙刀跟阿昌的行動電話交給了工程師帶走 一查之下 陰星工程師帶去的手機的確是阿昌的 菜刀上也驗出了阿昌的DNA 應該錯不了 但小燕的這一番說詞停在檢戟的耳中 還是覺得哪裡不對勁 其實她很嬌小 一百五十幾公分 然後很瘦弱 講話也有點有氣無力 第一眼看到她 我們也會好奇說 她怎麼可能會把一個 百七百八的這樣子的人 直接就幹嘛把她殺死 你就會想說 那講話還那麼柔弱 小燕她認了 她說是過世殺人 但她真的說出實話了嗎 她說是意外 但是法醫卻指出了 在死者脖子上面的那一刀 在死者脖子上面那一刀 明明乾乾淨淨的非常俐落 根本不像意外 同時間在死者的體內 檢驗出了這兩種安眠藥的成分 因此合理的推斷是 死者是在先被下藥迷昏之後 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之下 慘遭了分屍 但如果是這種情況 就可以來解釋 為什麼身材弱小的小燕 她是有可能獨立殺害一個大男人 暗示辦到了這裡 面對檢警的訓問 小燕她終於坦疼了 沒錯 她的確說謊了 她不是過失殺人 因為她根本沒有殺人 真正的兇手 其實是那個一直很喜歡她的 靈性工程師 那天因為靈性工程師 在她的房間看到了她和 趙姓老闆在一塊兒 一氣之下就把趙老闆悶死 然後肢解棄屍 小燕她的突然翻弓 翻的檢察官 當場是措手不及 甚至還懷疑自己 難道差一點 重放了一個殺人犯嗎 阿長的妻子 在家人的陪同下 跪倒在臨前 深深哭喊 阿長跟妻子結婚多年 有兩個兒子 一個六歲 一個四歲 小兒子的生日快到了 一家人還等著阿長回家 幫孩子慶生 卻等到了這樣的噩耗 孩子的同言同語 期盼爸爸能夠回家陪陪他們 他們想爸爸了 誰都沒有想到父子再聚首 盡視這樣的場景 對啊 跳大聲一點 爸爸回來要保佑我們啊 要趕快破案啊 甜蜜的四口之家 在小燕的手中 一刀畫下天人永格 家人眼中的好丈夫好爸爸 成了小燕口中外遇 會施予暴力 逼人墮胎的加害者 看在阿長妻子的眼裡 她怎麼能接手 她來才她的啦 她得不到是不是 她看我們還沒滿幸福 她出錯 知錯啦 她蠶死掉的 我兒子不會做那種事情 她很乖很孝心 家屬說 就在阿長失蹤後 家人就多次夢到阿長 夢中的場景讓人比酸 頭是用手抱著 那個頭她用手抱著的時候 她很冷 她上次跟我們講 我們聽得很難過 所以這幾天我們就 多燒一些衣服給她穿 夢裡的阿長喊著冷 字字句句聽在家屬耳裡 心真的好痛 那個女的是 自己一個人有辦法這樣子嗎 我們一直在質疑這一點啦 再來是說這個女的 如果不是預謀的話 她那些東西從哪裡來 家屬心中滿滿的疑惑 等著釐清 而檢檢驗室解剖也發現 阿長脖子上的刀痕 一刀落下 乾淨俐落 中那個人頭 他那是躺在地上 直接這樣跺下去的傷痕 要肢節的對不對 絕對是肢節的 因為那個暗肝的 那個胸痕 這樣滴滴這樣下來 難道阿長是被下了藥 才會毫無抵抗之力嗎 法醫採驗的檢體進行檢驗 結果也印證了檢檢的懷疑 他的體內 有兩種安眠藥的產生 第一種他是一個強效性的 那第二種是一個中強性的 那其實以最後檢驗出來 所殘留的劑量 就足以讓人家在短時間裡面 就馬上失去意識 阿長體內的兩種安眠藥 檢警在小燕的隨身物品裡 都曾經看過 儘管小燕曾經因為憂鬱症就醫 有這些藥並不奇怪 但這個發現 跟小燕原本的說詞 都不聾啊 又言談之間 還有他的談吐上 感覺上滿冷靜也滿平順的 沒有說有 心情好像也滿沉穩的 對 問他的時候 他也滿坎坎何坎 那無語坦白講 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是一個突破兇險的一個武器 為什麼 因為他在第一套版本裡面 從來都沒有講到說 安眠藥的這件事情 顏偉哲說 當時候接手案件偵辦時 他才剛當了八個月的檢察官 小燕的沉著冷靜 他至今印象深刻 他說他當時候 直接到看守所要訓問小燕 要他好好說清楚 這安眠藥是怎麼來的 我第一句話就是問他說 那你之前講的話 是不是實在 沒想到接下來 小燕說的這些話 讓顏偉哲愣住了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其實他之前都是說好的 其實根本就是靈性工程師 殺了這一個死者 他說是靈性工程師 要來找他的時候 結果正好撞見 黃姓女子跟照姓被害人 兩個人在一起 但靈性工程師 就非常的憤怒 然後跟照姓被害人毆打 用枕頭幫他悶死 然後進行屍體把它治解 而且怎麼樣分屍的過程 這個女孩子因為太害怕了 所以她沒有在旁邊看 也不知道她怎麼分屍的 那分屍了以後 也都是由這個靈性工程師 來主導後面的整個棄屍 找尋棄屍地點 小燕說靈性工程師才是兇手 他因為遭到恐嚇才會認罪 難道靈性工程師是做賊的 喊抓賊嗎 坦白說她講得 因為我當下我有點慌掉 所以我覺得她 我實在沒有想到 她會突然有這樣的講法 嚴偉者想都沒有想到 小燕竟然會突然改口翻功 那我就問說 那如果照你所講 是靈性工程師所殺的話 為什麼她體內會有 安眠藥的成分 她馬上腦筋一轉 她就說 那是因為這個靈性工程師 就是把她悶死了以後 強灌她安眠藥 人死後強灌安眠藥 有可能嗎 前方馬上又再 轉了一個講法就是說 那除了她被強灌安眠藥之外 她平常就有服用安眠藥的習慣 她那一天來了 也有服用了 我剛從醫院帶回來的安眠藥 所以她體內才會有安眠藥的成分 眼前的小燕臉不紅氣不喘 檢察官所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她都有一套看似合理的說詞 其實安眠藥的這個鑑定的內容 對我們來講 以這個案件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武器 但我兩三下的 就把這個武器給浪費掉了 就因為她有兩三句話 她就四兩撥千斤的把我這個武器給撥掉了 我覺得那時候是有一點點的氣能 最重要的是 假設小燕所說為真 人真的是靈性工程師殺的 那靈性工程師仍在哪 坦白講我真的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 因為她跟我講的這個狀況 如果屬實的話 那對我來講不就是等於是 重犯的一個殺人犯嗎 趕快回過頭再去把那個靈性工程師找回來 問個仔細 問個明白 靈性工程師的說法是這樣子 她說在2004年的7月10號那一天深夜 她在台北接到了小燕打來電話 要她立刻從台北趕到台中 結果她趕到台中之後 還等到了凌晨五點多 小燕才把她接到她的住處 而事實上這些說詞都是由監視器畫面 可以來進行佐證的 換句話說 在檢警研判趙老闆遇害的那一段時間 靈性工程師她是有不在場證明的 而當所有的證據都攤在小燕的面前 她又當庭翻供了 她說對 也不是靈性工程師殺的 人也不是小燕殺的 而是還有第三個人 那個人又是誰呢 小燕說因為這個兇手對她有恩 所以她不能說 檢察官說 她真的沒有遇過這樣子的被告 心理素質強大到 簡直不可思議 分屍案中的被害者趙宇彥 意外收購了當時 食人魔案廣德牆變賣的電腦 一打開出現了 失信女保險員的名字 協助破了食人魔命案 沒有想到事隔幾個月 趙宇彥也慘遭分屍 這種神明的巧合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其實那時候因為這個案件 有跟曾經火的那樣案件的連結 所以晚上那種 三更半夜的時候 都還有這樣的新聞報導 來 有的公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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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宇彥斷頭命案到現在 仍然陷入膠著 趙宇彥父親找了法師 來到當時趙宇彥的頭顱 被棄置的地方 因為他冤氣太重了 他死不瞑目 有朋友打電話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報道得很鮮 我也有看那個報道 半夜一兩點的時候來看 心裡面都一直在想著說 怎麼不趕快來託夢 我完全不會害怕 阿長命案的偵辦陷入膠著 小燕突然翻供 難道靈性工程師才是真兇嗎 靈性工程師被押了回來 屋簷下誰才是兇手 小燕跟工程師各執一詞 如何驗證他們的每個說詞 靈性工程師說 7月9號那一天深夜 小燕打電話給他 說肚子痛 要他難下碰面 你如果不下來的話 那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面 那靈性工程師聽到這個 當然害怕嘛 那講得很怕說 會永遠失去這個女孩子 所以他就趕快的就是坐車 然後我記得他要去坐童年 然後做客人直接下來 靈性工程師趕帶夜車 抵達了約定好的超商 但是直到五點多 小燕才來接他 這些說詞 檢警一一驗證 他都沒有說謊 證據可以說謊 但是黃靜女子一直等到五點多 他才騎機車去接靈性工程師 到他家的住處 那這在這之前 這一件案件已經發生了 比類驗證報告阿長遇害的時間點 約默示在清晨兩點 這個時間工程師人還在南下途中 但如果靈性工程師說的是實話 那說謊的就只剩下一個人 就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決定 讓他自由承訊 胸前他的歌曲他很愛講 他非常喜歡講 他什麼事都很喜歡解釋 而且他要解釋得巨細謎語 對付這樣子的人 可能不能夠說 一直去質疑他 你一直去質疑他 只是讓他有更多解釋的空間 但是坦白講如果一件事情 他不存在的話 他不存在的話 我不相信找不到破綻 面對檢警所的質疑 小燕不是強辯就是發誓 於是顏偉哲決定靜靜聆聽 你就說吧 我問他每天的行程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每次筆錄 大概都是從下午兩三點 做到晚上七八點 我記得我這樣用的方法 大概做了三次 對這三個版本 我就全部把它整理出 他不一致的情形之外 而且有的查證的地方 我們就來想辦法查證看看 像他們去過大賣場 買針線 我們就跟賣場老闆娘做筆錄 他們去過麻袋行 麻袋 我們去跟麻袋老闆娘做筆錄 他們去中午去吃自助餐 我們跟自助餐的老闆做筆錄 每一項搜證都證明了小燕謊話連篇 小燕說他跟阿昌感情很好 但周遭的親友說 在案發前一年 兩個人早已交惡 他多次到造性被害人的 所經營的手機店裡面 去大吵大鬧 因為後來死者也受不了 也跟店員講說 以後還有這種情形就報警 那曾經兩個人也在店裡面 兩個人在大打出手 他甚至把造性被害人的車子開走 以時速100多公里的速度 開上高速公路 然後被國道公路警察局給攔下來 婆妻大鬧 甚至鬧到警察都來處理了 小燕卻依舊堅稱 他跟阿昌的感情好得很 說警察官誰說我們感情不好 你請他們過來 我發誓 我們的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 我們非常的恩愛 是那些人見不得我們 當你在質疑他的時候 那個神情就出來了 他可以跟你發誓 他還可以甚至都可以講說 不信你去問誰 不信你去查查看 比如說你可以去調監視器畫面 如何如何 他明知道那個監視器畫面 早就已經過期了 我們根本就調不到 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 小燕都說得正正有詞 但他不知道 檢警正壓著滑水 慢慢蒐集所有證據 等待市政明確 檢察官決定再開偵察庭 這一次被投了所有證據 找來了阿成的家人 檢察官讓小燕跟靈性工程師 當面對職 但小燕的態度依舊堅定 檢察官隨即拿出監視器 跟驗食報告 除了證明工程師的不在場 也證明了小燕所說阿長 是被悶死的這個說法 不是事實 他並沒有肺水腫的情形 也沒有癒血的狀況 所以可以直接排除 他是被悶死的狀態 驗食結果確定 阿長生前沒有喝酒 死因是因為銳氣割警 導致出血性休克死亡 這一些一一打臉了小燕的說法 再加上小燕說阿長 有服用安眠藥的習慣 事後證明他也在說謊 我們調了死者的病例資料 他從來沒有神心方面 或者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就診過 拿取的藥也從來沒有安眠藥過 死者不僅沒有吃安眠藥的習慣 甚至還很不喜歡吃藥 此外阿長當晚去找小燕 若是真有意侵犯他 有什麼理由一到租出 就先混吃的兩種 會讓人瞬間昏睡的安眠藥呢 這個理論上根本就是 幾乎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我們男生去可能想要幹嘛的情形 結果沒想到我去那邊 是拿了他的安眠藥吃的 麥婷的情形就是這樣子 他講了什麼 我就拿東西出來吐他 他又馬上轉回來講話 我就不斷地出示證據來 就是想要公佈他 到最後他就是有一點 啞口無言 說得證據都攤在小燕面前 他還能狡辯嗎 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可以明確地告訴你 人不是這個人性公司所殺的 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人到底是誰殺的 那這時候大家 大家偵察庭裡面就很安靜嘛 大家等他講他的答案嘛 他還過了一分鐘吧 他就緩緩冒出一句說 講阿關我跟你說 殺的人不是這個 零性工程師殺的 但是真的殺死者的這個人 我不能說啦 因為那個人對我有恩啊 你知道嗎 現場就是我嘛 輸這關嘛 發警嘛 兩位家屬嘛 包括零性工程師嘛 我們現場聽到他講這些話出來 你知道那個 空氣為之凝結 我們都撒住了 是 是沒有OS的 你到底還講什麼 怎麼還會有第三人在 你知道嗎 怎麼還會有第三人在 讓我強作鎮進了 嚴偉哲說 像小燕這樣的被告 他真的沒有遇過 依照以往的偵辦經驗 大部分的被告 面對所有的辯解 都被戳破時 自知法網難逃 都會扶手認罪 小燕卻不是這樣 當然人的心理素質 可能會非常強大 但我一直覺得 應該還是有一定的限度 我們不是說 甲醫官是在跟你 硬拗你 或者是在跟你辯論 不是 我們拿的是科學證據 你百口莫辯的科學證據 當你沒辦法解釋的情形之下 你要嘛保持沉默 那要嘛你就是扶手認罪 那我們看到的居然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當下傻眼了 因為他講說 還有第三個人 所殺的情形之下 說實在的我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心跳 當時候也快停止了 你知道嗎 因為 他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 好 哪來的第三個人呢 檢察官把小燕 他有五支的手機 通電記錄 通通掉出來一看 發現在那段時間 從頭到尾 有聯絡的 就只有趙老闆 和靈性工程師 哪來的第三個人呢 他檢警進一步的去查訪 勾勒出了這三個人的關係 而發現了 靈性工程師 他喜歡小燕很久了 但是小燕 頂多讓他牽牽手在搞曖昧 就是吃定了他 所以對他餘取餘求 甚至最後還利用他 當作是棄師的工具人 而至於趙老闆 也的確和小燕 發生了婚外情 不過等到他想 結束了這段外遇 回歸家庭的時候 小燕他卻不願意放手 最終由愛生恨 得不到就殺了他 我在台中市龍井行行路上 因為衛儲大學 跟工業區附近商家林立 好熱鬧 這邊叫做東海商圈 就是有東海大學 還有台中工業區 當首阿昌在新興路上 開的通訊行 誰都沒有想到 這間通訊行 會是阿昌跟小燕 結下四階的開端 當然很大 把那個藍的對他分屍 拿去大渡山吧 丟掉 正經臨禮的斷頭命案 監禁正半陷入膠著 關鍵的一塊拼圖 仍是在小燕身上 他沒有開口說有 承認有 他是要這樣點頭 檢察官問他 就這樣點頭 你如果想到 那有時候想到 晚上這樣滾 這樣想到 車起來 這都 這都問他 靠靠靠靠靠 這樣而已 沒有你其他也沒什麼辦法 檢警調查發現 小燕在2000年 參加婚友社 認識的靈性工程師 兩個人有了曖昧 2005年 他到台中工作時 因為修理手機 認識了阿昌 竟有交往 這個視角關係 其實就是由兇賢跟司者 他們兩個 各自有一對外 本身他們兩個 又相處在一起的狀況 小燕說他深愛著阿昌 為了阿昌他付出了許多 還為他剁了胎 沒想到事後才得知 他已經有了家庭 付出的愛沒有回報 因此心生怨對 但是面對檢警 他的說法卻是一變再變 他可以再減一個第三者出來 從頭開始說 他都是他 再來說另外這個林靜誠 現在還真正一天聽說 好像又有另外一個 變成說他說的每一件事情 幾乎都是在說謊 現在我們到底也不知道說 到底他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黃信嫌犯 他總共有五支手機 通電紀錄 我們也全部都掉了 在那一段期間裡面 他唯一聯絡只有兩個人 一個人是死者 另外一個就是靈性工程師 沒有其他人的情形之下 不可能會有第三人出現在現場 監視器通連能查的檢警 早就查過了 小燕的這些強辯 嚴偉哲都看在眼裡 於是嚴偉哲 在最後一個偵察庭 他又問了小燕 你說有不能講的第三人 那他是怎麼行凶的呢 不意外的 小燕又改口了 他回答說 其實殺死這個造型死者的人 是這個靈性工程師 沒有第三人 我上次是故意那樣子講 讓這個靈性工程師也在場聽到 看他自己會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就說我玩耳一笑 案件就到這裡 應該夠了吧 儘管還缺少小燕的自白 但案情輪迫在檢檢的搜證下 慢慢釐清 小燕跟阿昌的交往是事實 後來兩個人交惡也是事實 阿昌提出的分手 希望重陪家庭 這是讓小燕起了殺念的第一步 我覺得黃女她已經產生了一個 有愛深恨最主要是 我覺得嫉妒甚至於大國喜歡 她嫉妒死者過得比她好 還記得當時候靈性工程師 帶去報案的那一張紙條嗎 上頭的字句後來一查 發現原來是歌詞 她歌詞的意思當然就是講說 這愛情這東西讓人家很追心刺痛 當我左眼我看到情字歌憨人 這一個字句的時候 當下真的會震了一下 就會覺得說 似乎真的符合這個案件的情形 她對招新被害人 同下了很多的感情 她一方面又會放地姿態 來哀求這個死者 經過她的這樣的哀求 或者請求的時候 我覺得難免會心軟 這也不能說完完全全 男生也沒有錯 因為畢竟像那一天 好女她就是用這一通簡訊 跟她講說 可能會對她做一些性服務 男生也可能因此而受到 這樣子的引誘 簡訊上頭的字字句句 都充滿了曖昧情愫 阿長上鉤了 他沒想到 他這一步步踏進這個 要命的套色陷阱 那其實黃信祖賢 他已經在飲料裡面 摻了兩種的拍眠藥 讓這個造型被害人喝 喝了以後 造型被害人不省人事 所以她是活生生的 人在昏迷 但是還是這個生命的狀態 接下來直接 頭被砍下來 小燕跟阿長的感情 就此一刀兩斷 她將屋子裡清洗得乾乾淨淨 接下來該怎麼處理阿長的失守 小燕照就想好了 那一天 她就是把這個死者 約到租屋處 那死者還沒到之前 她就先打電話給工程師 請阿長從台北下來 再等她 小燕約了工程師 要林姓工程師幫忙棄屍 但檢警研判 在小燕的計畫裡 工程師不僅僅是幫助她 棄屍的角色 從事後她將菜刀跟阿長的電話 交給工程師的舉動來研判 林姓工程師致視她的戴罪羔羊 她不只預謀要殺害死者 甚至她已經想好了要預謀 把這件事情可能想要推給 這個林姓工程師 小燕知道 林姓工程師很喜歡她 她堅信林姓工程師 絕對不會說出一切 卻沒想到 林姓工程師早就發覺有意 因為又叫她把菜刀拿走 請通電話拿走 她自己本身也多少也可能遇見 好女有可能要再當嫁禍於她 當我問過那個林姓工程師說 有跟她發展到什麼程度 她說就是牽牽手 我覺得她是真的很 應該是真的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複雜的 一個心理狀況 一方面又覺得喜歡這個女孩子 不想失去她 所以會聽她的話 照她的話來做 但一方面你又不得不防著她 因為這不是開玩笑的 她是一個非常重的罪 2004年10月10號 台中地檢署癥結起訴 林姓工程師的部分 以毀損屍體罪 遭求處八個月徒刑 至於小燕 則是以殺人罪 求處死刑 你說一個謊話 來減免你自己的罪責 我覺得情有可有 我頂多認為你不足才信而已 但你現在除了要撇開自己罪責之外 你還污止了一個清白的人 而且這個人明明對你很好 明明喜歡著你 你叫她做什麼事情 她都還當年輕之下 你居然污止她殺人 你等於是污止她 也犯了一個死刑 一個死罪 我是從這一個出發點 我當時候才會覺得說 要求處她的死刑 原因是在那裡 表示她 這個人人血 是人命於無物 你能說她是一個有感情的動物嗎 同學行趙老闆 他因為收購了龍井分屍案 女保險員的手提電腦 他主動舉報協助了警方破案之後的7個月 他自己竟然也慘遭殺害 身手益處 引起了當地議論紛紛 因為在短短不到100公尺的範圍之內 竟然在一年之內 連續發生了三起的命案 靈異傳聞 因此不進而走了 2022年3月21號下午 我們重返台中市龍井新興路 事隔多年 當年阿昌開始的通訊行 早就換人經營 好像大概十幾年有了吧 因為主要房子在整理整理又租別人 十八年過去 當年轟動社會的命案 當地人大多不願在回想 畢竟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 就接連發生了三起命案 包括了失信領保險員命案 通訊行老闆斷頭案 還有一名無限男子被殺害 氣勢望高寮 幾間命案的地點 只有短短幾百公尺 這裡說台人村跟一個人肉 大家怕 什麼 怕說這樣 怎麼說話說這裡 海事的人不知道 還從出品來這裡 普渡法師要撫慰的 不只是王者 更要撫慰人心 但會生會影的傳說 不只是在行刑路上 阿昌跟另一名無限男子 被殺害氣勢的望高寮山區 更是傳說不斷 最主要是因為他人煙稀少 不管是有人氣勢在那邊也好 或者是有人在那邊自殺也好 其實一直以來那個地方 似乎沒有見過 其實我聽過一些 就是住在附近現場的居民 都會講說他們都用台語講 那個地方很輕的 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車禍 因為那邊有很多墳墓在那裡 對啊有時候會有一些 過敏的音樂或聲響之類的 有時候或許有可能會有 不過對於那個地方來講 確實是居民比較會害怕 或者是說覺得說 那個地方真的會比較 假設世界上真的有鬼的話 可能那個地方會比較容易出現 小燕的說辭反反覆覆的 他最後堅持他不認 他殺害了趙老闆 檢放原本是求出死刑 不過法官考量到了小燕 他曾經為死者墮胎 是因為感情受挫才引發他的殺機 所以最終判處無期徒刑定驗 而至於當初協助棄施的 靈性工程師 則是遭到了判處有期徒刑 八個月 通訊行老闆阿長的斷頭案 他中地檢署癥結起訴求出死刑 這案件他一樣到法院 他都是一路就是變稱說 就是由黎晴峰的事所殺 但從一審開始 小燕就被判處無期徒刑 2008年2月1號最高法院 做出了最終判決 認定小燕一再翻供不認罪 儘管情節嚴重 但是因為小燕 是為了阿長拿掉孩子 感情糾紛下的殺機 死刑判決太重了 小燕被判處無期徒刑定宴 對家屬來說 這樣的判決他們當然無法接受 而民事判決的部分 法院判小燕得賠償1380萬 儘管她對金額沒有意義 但是她對法官說 那她殺了我的孩子 又該怎麼算 透過家屬的轉述 還是透過警方的轉述 她確實有講到這件事情 她甚至跟法官講說 反正他們愛怎麼請求 都怎麼請求 看一千萬也好 兩千萬也好 都沒關係 我也通通接受了 反正一句話 她覺得沒差 因為反正你們也拿不到錢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是王梅翔 我們再會了 加入台灣啟示錄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王梅翔 蔡英文總統從2016年上任以來 截至目前為止 在她六年的任期內 一共執行過兩次的死刑 分別是在 二零一八年的八月三十一號 槍決的是殺害妻女的李鴻基 以及在二零二零年的四月一號 槍決在除夕夜當晚 縱火燒死六名家人的翁仁賢 而扣除掉這兩名 目前的待絕死囚 還有三十八個人 有被害家屬痛批 台灣現在根本已經是走向了 實質廢死的階段 不但不執行死刑 連法官也幾乎不判死刑了 我們來看 在過去六年蔡政府的執政期間 一共只出現過了四個 死刑定驗的案例 而其中就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 李鴻基以及翁仁賢 另外在蔡政府任內 第二個遭到死刑定驗的 王林凱 則是一名現役的軍人 不過他並不是接受軍法的審判 因為你還記得嗎 當年在發生洪仲秋事件過後 軍事審判法已經修正了 在平時現役軍人犯役 是交由普通法院來審理 而王林凱他是第一個案例 也是第一個死刑定驗的案例 不過後來因為他提出了大法官的事件 所以在結果出路之前 是沒有辦法去執行槍決的 而被害家屬還在等待 正義伸張的那一天 晚間六點多正值下班時刻 這一天王爸爸拖著疲憊的身軀 跑著一整天 他一心只想的趕快回家 那這個時候六點多 一般來說 他回家以後 小女兒因為在讀夜間部去上學的 但是太太在家裡都會準備晚餐 回來他就有個熱身的晚餐可以吃 王爸爸跟太太結婚多年 有四個寶貝女兒 其中三女兒跟四女兒小品 是雙胞胎 平時都靠他開玉扮水泥車 跟太太當縫紉工養活一家 儘管收入不高 家中經濟也不算寬裕 但是他努力工作撐起這個家 幸好四個女兒貼心董事 從高中直時期就開始半工半讀 分擔佳祭 至於張張家人的合照 一家六口感情很好 家人的笑容 是王爸爸最大的寄託 但這一天不無對勁 上樓 要拿鑰匙要開門的時候 屋子裡面翻鎖 他想說這個太太應該在家 不會外出怎麼會不開門 他想說應該太太在裡面補睡 反鎖了 所以他就按電鈴 按了半天也沒有人開門 他覺得奇怪 不可能 所以無效也不能睡這麼久 按了電鈴沒人回應 怪了太太能聽到嗎 再打電話試試 然後他打很多電話 心悅慌 都反常 都跟平常狀況不一樣 平常不會反鎖 他當下就打電話開始 找大女兒 大女兒就找了男朋友來幫忙 從門外進不去 他們就從巷子去開了鐵窗 就從一樓爬上二樓 從那個門窗進來 然後把門打開 好不容易進到屋子裡 裡頭安安靜靜 太太人呢 進去後發現 王太太就躺在房間裡面 生產蓋的毯子 那王先生就去咬她 她本來以為 王太太是在睡午覺 結果沒想到一咬 動也不動 沒有反應 結果一看沒有呼吸 她就慌了 整家人都慌了 王爸爸跟大女兒忙著報警 要把妻子送醫 並趕著通知其他家人 沒想到當她打電話給小女兒小品時 一陣熟悉的鈴聲 從小品的房間裡傳了出來 就是順手轉針 進去小女兒房間裡看 就看到小女兒 躺在窗上 大女兒病院被蓋住 看起來已經開始死了 所以上面有一條 血痕 紅色的痕跡 她爸爸是滿難過的 一直在哭 然後有叫她女兒 趕快醒來 但是還是沒辦法醒來 她是真的已經 已經快要跪下來 王爸爸聲聲哭喊 祈求奇蹟發聲 但母女倆 仍是沒能救回來 是不是累痕或是失斑 這個目前 就是等監視狀情 還有法醫來判定 年僅十九歲的小女兒小品 還有四十七歲的王媽媽 母女與命 歹徒還在她們的脖子上 留下的一道鮮紅色的血痕 是誰狠心奪走了兩條命 王先生很單純的一個司機 平常跟人家互動 也沒有什麼糾葛 那王太太就是家庭主婦 也平常的互動 很單純的清流 也沒有跟人結怨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小女兒 還在就學 還在念念進步 生活也算單純 單純的六口之家 是在哪裡結了院 這個時候 王爸爸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爸爸曾有反應說 之前他們家好像有小偷進來 在十月一號之前 一個禮拜左右 大概半夜的時候 小女兒有發現 在半夜兩三年 有人闖入她家裡面 眼睛打開 看見一個門面人 坐在她的床邊 她就說 她說你趕快就不要報警 所以她就走了 當時候這個小偷 摸進了小女兒小品 跟三姐的房間 幸好小品 即時發現大聲呵斥 嚇走了小偷 難道這一次 又是因為小偷 才要了兩條命嗎 但是專案小組 仔細檢查屋子內外 發現除了二樓 那一個被大女兒男友 打開的鐵窗外 沒有任何外力入侵的痕跡 或是錢財損失 還記得王爸爸說 她回家時 門是從屋內反鎖的 如果是這樣 那歹徒是怎麼進到屋子裡 又是怎麼離開的 喬如廷可能拿著裡面 被害人的鑰匙 出去的把門給鎖起來 可是裡面不會 沒有反鎖 照理講她父親回來的時候 應該用她的鑰匙開 也是打得開 不會有反鎖 那這是密室殺人命啊 為什麼人死在裡面呢 可是門卻從裡面給鎖住 好 就算有鑰匙 你從外面也打不開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鎖門的人 是從屋子裡頭反鎖的 換句話說 除非這個人從窗戶跑掉了 否則他人應該還在 這屋子裡頭嗎 而這個人很有可能就是兇手 又是誰跑進來殺人的呢 我們剛有提到 他們家前不久才遭了小偷 偷偷跑進了小女兒的房間 難道是那個小偷 他又跑回來殺人嗎 但問題是 現場財務沒有損失 現場也沒有翻動的痕跡 門窗也沒有被破壞過 所以警方很快就排除了 小偷的可能性 但如果不是陌生人 不是小偷 那有可能是認識的人嗎 警方清查了 這兩名死者的交往 背景發現 媽媽她是家庭主婦 她每天都在家裡頭 她根本沒有任何 與人結怨的機會或可能性 那小女兒呢 聽她三姐說 小妹在兩個月前 才剛和男朋友分手 但是男朋友不死心 還是想要努力的挽回 不過後來小妹發現 對方竟然盜領了她 辛辛苦苦打工賺來的錢 存下來的二十萬被盜領了 雙方因此鬧得非常不愉快 甚至還簽下了本票還有協議書 難道是因為男方覺得 已經不可能挽回這段感情了 再加上二十萬的金錢糾紛 結果引發殺雞嗎 沒有想到等到警方找上門 前男友的媽媽竟然不開門 就把警察關在了門外 僵持了一個多小時 最後開了門 然後說她兒子不在家 甚至還罵警察裡胡說八道 她兒子的女朋友小品 明明就站在你們警察的旁邊 哪裡被人殺死了呢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這個黃媽媽看到了 站在警察旁邊的女孩子 真的是小品嗎 我在三重區西尾街的巷弄裡 寧靜的巷道拉上了黃色封鎖線 雙十命案 正經淋漓 專小組初步清查 排除了小偷入內刑切殺人的可能 再加上門窗都繁鎖 密室裡的母女倆 是被誰奪走了性命 黃太太 沒什麼朋友都是以家庭為重 小女兒死者 有個交往的男朋友 那最近好像有點不愉快 我說她太太有跟小女兒 去處理一些事情 小品的雙胞胎姐姐說 妹妹有個交往多年的男友 叫做黃寧凱 二十歲剛去當兵 這一陣子兩個人在談分手 妹妹小品為了這件事很傷神 她之前有個男朋友 她讀高職業校的時候 就跟她在一起兩個人 感覺很要好 後來在畢業之後 因為那個另外她的男朋友 功課比較不好 被留級了一年 那黃氏小姐她就先畢業了 畢業後還就在外面工作 考上大學 後來她就在這三高中期間 跟她這一年的打工的錢 都被她男朋友花完了 前一陣子才因為這個事情 我去協調 雙方變得很不愉快 小兩口鬧分手 因為牽扯到錢的問題 雙方家長都曾經出面協調 母鯉兩個死 會跟黃靈凱有關嗎 也是專案小組 立刻帶著小品的雙胞胎姐姐 前往黃靈凱家 專案小組想得單純 沒想到就在抵達黃靈凱家時 卻被阻隔於門外 她不開門 透過對方跟我們講說 我們是不是 詐騙機長她很懷疑 黃靈凱的媽媽說 她懷疑專案小組 是詐騙集團 縱使制服員警到場協助了 她仍是不開門 這樣的反應 讓專案小組提高警覺 她媽媽這種反應 在我們的辦案之處上 會不會是說有可能要 掩護她兒子 愛子心切拒絕開門 來拖延我們整個的一個時間 所以說我們也是很急 就怕黃靈凱在屋內 趁著這段時間脫逃 警方在附近的出入口 派支的警力以防萬一 雙方僵持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黃靈凱的媽媽終於開門了 男朋友媽說她不知道她兒子在哪裡 因為當兵放假回來出門了 極平大的房子裡 住的是黃靈凱跟她的母親 但是查找了半天沒找到人 警方希望黃靈凱的媽媽幫忙找人 畢竟這牽涉的是兩條人命 但是這個媽媽就看了一下 跟我一起去的職者的三姐 因為職者跟三姐是頭暖專胞胎 不論身形長相都是一模一樣 我說那女朋友媽媽就看了 站在黃靈凱的三姐 就跟了鬼靈一句話說 你這個警察亂講話 騙人 兒子的女朋友就站在門口 然後我被殺死 那個王三小姐還跟她講 我是她姐姐 我妹妹已經死了 她講我是姐姐 我妹妹已經死了 直到這一刻 黃家仁才驚覺事情的嚴重性 他們趕緊聯繫黃靈凱 我就問男朋友 我是分離刑警 你女朋友被殺死了 我們想了解說 她為什麼會被殺死 想請你來協助我們做 相關案情的調查 來幫忙我們 但是沒想到 這男朋友很冷漠地回了我 他今天回來說那關我什麼事 他說那關我什麼事 跟一般人講說什麼可能 我心也會去找台詞 我要去看看 我去看看 他沒有什麼反應 對不對 雖然已經 兩個人已經有談過分手了 但是你基本上講朋友的話 也不會這麼反應 因為 蛤 怎麼會發生這事情 怎麼會怎麼會 應該會有 很熱切的關心之意 黃靈凱告訴警方 他在蘆洲跟朋友吃飯 沒空幫忙 就掛了電話 那隔不到三分鐘 姐姐又打給她的時候 她又說 已經在蘆洲的洗車場洗車 不可能他們短時間 會跑到一個地點 我心中就覺得 這個難民是在說話 一下子說在蘆洲吃飯 一下子又說在蘆洲洗車 到底人在哪裡 黃靈凱都說不清楚 於是警方決定前往蘆洲找人 他們先將小品的姐姐 帶回命案現場跟家人會合 隨即準備趕往蘆洲 就在這個時候 部隊長黃明福 接到了一通電話 剛好抵達車門打開 要讓三姐下車的時候 電話就來了 所長就打來了 所長就跟他講說 部隊長 你過來旁邊的樓梯 見你一下 當下我還問了他說 我很急啊 我要急著去 比如說找人有什麼事 那所長也很深深密密 電話的那一頭是所長林洪明 但是話卻講得不清不楚 什麼事情這麼神秘 有這麼急 聽這所長這麼講 我就趕過去看一下 看你的究竟 沒想到一過去進了樓梯間 就看到所長已經把男朋友 拉在手裡面了 人不是在蘆洲吃飯洗車子嗎 怎麼突然之間 跑回案發現場了呢 原來黃林凱 他一直沒有離開過 他一直就待在六樓的頂樓 因為他發出了聲響 被鄰居聽見了 覺得很害怕 所以趕快地請警察 幫忙上去看看 畢竟在這棟公寓裡頭 發生了母女命案 鄰居心裡難免覺得毛毛的 但沒有想到警察一上頂樓 真的看到有個人 他就趴在牆角 是個年輕人 他跟警察說 沒什麼事 他只是上來抽根菸 沒想到他被反鎖了 事情真的有這麼單純嗎 警方注意到了 這個年輕人臉上 有被抓傷的痕跡 而且這看起來 就是一個新的傷口 這時候 警方心裡已經有數了 而經過身分的查證 發現 沒錯 他就是死者 小品的前男友 黃林凱 但是 他卻是不安急地跟警方說 他前女友死了 跟他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警方究竟要怎麼樣 才能夠突破他的心房呢 晚間九點多 就在母女雙屍命案發生後 沒多久 三重警方接到了一通報案電話 突然有一位居民 同一棟大樓 另一端那個樓梯頂樓的住戶 他就來跟我們 負責警戒的同仁反應 他說他有聽到 他們住家的後面 有東西被踩到的聲音 他認為可能是人或是貓 平時這六樓頂 鮮少有人上去 但發生命案後 頂樓卻突然傳來聲響 住戶總覺得擔心 晚上 十點多 九點多 十點多 有人在走動 大家都知道有案子發生了 民眾都會比較敏感一些 聽到樓上好像有人在走 不是貓在跑 平常沒聲音 平常沒有 為什麼偏偏這個時候有呢 當時認知三重分局 重陽派出所的所長林鴻明 立刻帶著遠景上頂樓查看 他們上到了樓頂 上頭一片漆黑 一打開之後 我發現他們樓頂是整個 都是有蓋鐵皮屋 就大概後面只有一個通道 可以走過去而已 那我就從這個通道走到後面 我發現那後面根本就沒有人 因為當時晚上 天色也是滿困難的 那我就用手電筒照一下 四處搜尋 現場的公寓儘管分數不同洞 但是頂樓都有相連 靠著微弱的手電筒光源 遠景慢慢搜照 在隔壁棟的樓頂看見了 這位男子他就回答我說 他因為他剛下班 然後到頂樓散散心 上樓抽煙透氣 哪有人躲在角落 再加上這白衣男子眼神飄移 滿頭大汗的模樣 不對勁 不僅汗如雨滴 白衣男的臉上 還有個奇怪的傷痕 眼前這名男子太可疑了 林鴻明決定不打草金蛇 畢竟在這七黑的六樓頂 又是他毛起進來反抗 可能會有危險 那我就騙他說 妳說 那我帶妳下樓好了 他往前前把你心裡想 釋放她的程序 大概是沒問題就可以離開的 就我們所長帶著同仁 陪著他 一拳以後把他夾在中間 床樓上躲下來 怕他跑掉 所以一手抓了他 他就直接帶到樓下 一樓的樓梯間來 他手上一看 名字就是 我們要找的男朋友 健保卡上的黃林鴻三個字 他不就是警方要找的人嗎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這男朋友 就一直在現場沒有離開 當下我就直接問男朋友說 你不是在爐州洗車嗎 你現在怎麼會在這邊 他就回我說 我為什麼不能在這邊 為什麼不能在這裡 這是黃林鴻 面對警方訓問時的答覆 那你說說看 你臉上的傷是怎麼來的 那個傷是很輕的一個傷 它的寬度大概是 我們人的一個手指指甲的寬度 所以我們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個新傷 因為當血痕還在 很明顯 當下看到他臉上有傷 我就問他說 你臉上傷怎麼來的 他就回我說 是他跟女朋友養的狗抓傷的 我就很不以為來跟他講說 這條狗的指甲也未免太大了 能夠抓出這麼寬的傷 他就說他不信 信不信隨便你 這麼寬的一個抓傷 明明就是人的指甲 你跟我說是狗 這樣的說法警方當然無法接受 再加上警方在頂樓找到了一個 關鍵的黃色塑膠袋 裡頭有一個頭套 三條銅軍繩 還有一件染血的衣服 我們看到這個幾乎已經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你的 不會有別人 誰會十點多躲在黑媽媽的頂樓 又不是當地人 又不是這裡住戶 而且你就是黃某某 專員小組立刻將黃林凱帶回警察局 從命案現場到警察局 約莫十分鐘的路程 當時隊長張明偉跟副隊長黃明福 就坐在黃林凱的兩行 我跟隊長兩個就問他 案件很嚴重 是你做的 你要趕快就承認 不然後面的一個法律責任很重 就很輕鬆 我當然也是很敷衍地跟我們講說 不關他的事 又不是他做的 他不曉得要說什麼 看著黃林凱無關緊要的態度 讓人怎麼不氣結 我當腳就跟他講了 就很比較直白的跟他講 你身為一個男朋友 男生要有男生的責任 搶育實在的 你女朋友人都給你的 那你錢也把他花掉了 甚至於你現在命也給他收了 該是你做的 你就勇於承認 不要再畏畏縮縮了 男生和台長夫你跟他做兵 事情做的就是你也沒有別人 看看那是你 你看你民眾的分量 或許是經不起良心的譴責 也或許是因為知道自己逃不了 在返回警察局的路上 黃林凱開口了 這男朋友在車上丟掉眼淚了 忽然之間 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 亂化了 過不久他就說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四個字就夠了 他就認了 就認了 好 黃林凱他認了 人是他殺的 但他為什麼要殺人呢 他跟小品曾經是甜蜜的班隊 感情好的時候 小品甚至非常的信任他 還把自己的提款卡 都交給男朋友去保管 但是沒有想到 小品他花了三年的時間 他去努力打工 辛辛苦苦存下來的二十萬 竟然被黃林凱花到了 只剩下兩千多塊錢 而且黃林凱還大言不慘地說 這些錢你也有用到 包括是我們交往期間的 所有的花費 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他 一個人負擔 而事實上 在小品發現這件事情之前 他已經提出分手了 因為兩個人對於未來的方向 已經漸行漸遠了 不過黃林凱他不想分手 他還想要挽回 卻沒有想到 因為盜領二十萬這件事情 讓這個感情走到了 無法挽回的地步 甚至鬧到了黃林凱的媽媽 還要為了這件事情 低聲下氣地 幫兒子賠錢 殯儀館外頭 王爸爸哭著下跪 這場景看得讓人不捨 幸福的六口之家一戲咒變 王爸爸失去了最愛的妻子 跟最貼心的小女兒 與治癌天人永隔的痛 讓王爸爸一度拒絕驗屍 因為他不捨 他捨不得讓妻子跟寶貝女兒 再挨這一刀 因為整個解剖過程 是相當甚至有點殘忍 那種狀況 他一直沒辦法接受 當下都是捨不得 萬般的捨不得 經過了他的內心的掙扎 他終於經過了兩個多小時 才同意解剖 同意解剖的原因就是說 要得到是正明確 讓兇手能夠得到應有的制裁 忍住悲痛 就是要替王死的妻女 求得正義 畢竟得要釐清案情始末 才能理出真相 這對警方來說 也是受藥之物 低頭不發異語 戴上手銬腳樓的黃林凱 這一年才剛滿二十歲 他跟女兒小品 從高職時期開始交往 黃林凱斯文秀氣 小品長相甜美 交往時 是人人稱線的班隊 這一張張小品跟黃林凱的合照 看得出來兩個人 感情真的很好 情侶間的農情蜜意 不分你我 買了定情戒幫忙搬家 小品甚至把自己的提款卡 交給了男友 那個王死小姐 他就慈性的有在打工 賺取他的學費 那這當中呢 黃死小姐前前後 存了將近二十萬 可是相戀跟戀人當中 就有一點 比較信任他 又把他的存折跟印章 都交給他保管 也很好 這個我辛苦賺的錢 都交給你保管 你要好好為我們將來 要好好的存一筆錢 你也要努力 小情侶甜蜜的交往日常 維持了幾年 但是就在兩個人高職畢業後 感情開始生變 小品考上了大學夜間部 他繼續辦公辦讀 白天在運動器材行打工 晚上上課 生活費 學費都靠自己 但是黃死小姐還不一樣 他言必一年 再加上畢業後 他又當兵了 他就是這裡放那裡放 載他去打工 是他的工作之一 然後王死小姐在職場上工作 在職場工作會認識很多 工作上 職場上的朋友 他會去比較啊 誰都會去比較啊 為什麼我朋友的男朋友 為什麼這麼認真 都工作到幾年 為什麼我男朋友 只會來載我來上下班 平常也鼓勵這個男朋友 要去老工作 多少打工賺點錢 但是男朋友都是 我要當兵了 沒有人要拚固 所以一天也過一天 變成雙方的一個生活的習性 差距越來越大 2013年7月 小品提出了分手 並試圖要回自己的提款卡 但是黃林海沒有歸還 仍是試圖挽回 他每天溫馨接送 就是希望小品不要離開他 那事情整個會流大轉得 是在八月份左右 大學要開學的 2013年9月17號 黃林海入伍當兵了 隔天小品拿著自己的存折 到銀行補登 算一算這幾年辦公 半讀攢下來的錢 也有二十萬 開學在即 學費生活費 所以應該不用家裡擔心了 兩千三百三十九元 是小品賬戶裡僅有的金額 二十萬元呢 小品的姐姐拿出了小品的存著證明 上頭一筆筆的資料寄得清楚 從2013年4月開始 五個月的時間 只要小品的薪水剛入賬 你多久就被領走了 而這每一筆提令 小品都不知情 他是高中生嘛 他是要存多久啊 不是一下子存二十 是三年的時間 而且這二十萬 他下課的時間 去打工賺了錢去存起來 那一點一粒存 所以認為這二十萬 從事實上來講是很重要 可是 我發現花錢好像得心應手 好不索軟 我到最後那一刻 要去領錢 才知道沒有收到錢 不是說你平常 就說我用了多少錢 用多少錢給你看一下 你可能會有心理準備 突然間說我的錢怎麼都沒有了 當下一個年輕的小女生 花了那麼多精神 那麼多時間 存了一些錢 為了要去住錢 結果沒有了 他會有什麼反應 他會有很激烈的反應啊 那你五個月你花了我多少錢 好啊 本事都是你領的喔 你今天算是貼到罪喔 我等你兩個禮拜了 等到也是這個態度喔 我現在把資料放下去 給誰還是要搞我 那怎麼辦 我哪有告你 你這樣好啊 你不懂嗎 好啊 我跟你說 你今天還我十萬 我不會知道你 那你還我差點出 他們絕對沒有想告我了 是誰比較絕 是誰花了我二十萬 當時候小品的媽媽 還替女兒錄下的陰檔 要當作證據 黃林凱說 這筆錢又不是只有他花 小品也有花呀 不應該由他一個人買單 幾次協調下來 最後協議兩個人交往 期間的花費均攤 再扣除黃林凱 曾經幫小品支付過 兩萬元的懸費 黃林凱償還九萬元 雙方也寫下了協議書 但是對小品來說 這些都是他省吃減用 新補存下來的錢 只拿回來九萬塊 他無法接受 他的期望是全部要拿回來 但是男朋友講說 大家雙方家長也協調 大家都已經講好了 協議書也寫了 我就是賠九萬 那你事後 你還咄咄逼人 這一個我要講 黃先生發覺說 這幾錢 你有花 我有花 這是我的錢 什麼叫你有花 我有花 這是我的錢 你什麼叫你有花 你是花我的 你什麼叫你有花 我有花 這都是我的錢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學調的時候 可能應該最少兩次 第二次雙方家長出來 你在談的過程之中 言語上有一些不愉快 因為男朋友本身沒有工作 那也沒辦法賠償這筆錢 所以說就 職責就要求 男朋友媽媽要出來 代為賠償這筆錢 男朋友媽媽 因為工作的收入也不多 那也沒辦法 一時之間賠這筆錢 那女兒媽媽也就出來 共同協調 當然女兒辛苦 賺的錢被花掉了 那媽媽總是比較心疼 所以講話可能對男朋友媽媽 就比較嚴厲一點 比較不客氣 對不起 黃寧凱的爸爸 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 全靠媽媽含心如土養大 他跟姐姐 媽媽為了這一件事 不僅責罵他 還得低聲下氣 跟對方談賠償 黃寧凱不懂 為什麼小品完全不顧舊情 要把事情弄得這麼難堪 男朋友覺得他媽媽很受傷 有損到他媽媽這樣 從小照顧他的一個苦心 對不起... 這一點讓他很無法釋放 他有講過 都已經分手了 為什麼要弄得這麼尷尬 這個不是尷尬兩個字 這個尷尬兩個字 在他心裡面 慢慢的醞釀成一個更壞的邪念 好 心疼媽媽 為了自己和前女友的感情糾紛 受到了委屈 他也氣憤 前女友竟然完全不給一點情面 黃寧凱這口氣 他吞不下去 那麼既然小品 你都這麼絕情了 他也不想要再繼續的苦苦挽回了 他甚至由愛生恨 而這一股賀意 竟然強烈到讓他想要殺死人 加上當時黃寧凱 他正在新兵訓練中心受訓 這個情緒根本沒有宣洩的管道 而這種偏執的念頭 就不斷地累積... 終於他等到了部隊休假的那天 他決定他不忍了 他要動手了 他到五金行 他去買了面罩 手套 還有銅軍神 他拿著偷偷打來的備份鑰匙 偷偷跑進了小品家 他沒有想到一進家門 卻發現家裡有人 誰在呢 是小品的媽媽 他就坐在躺椅上面睡午覺 沒有想到黃寧凱 他不但沒有被嚇跑 他反而做出了更可怕的事情 對黃寧凱來說 在一次次的協商後 曾經的農情蜜意 慢慢消磨在二十萬元的追討中 黃寧凱心中只剩下對女友的怨懟 一個玉石聚焚的計畫 慢慢出現在他的腦海中 他準備做這件事情之前 前兩天就去五金行 買了銅軍神 面罩 手套這些東西 這一天是黃寧凱的休假日 他戴著口罩 在五金百貨裡 找尋他所需要的工具 能解除他心中憤恨的工具 黃寧凱來到了小品家 他的計畫是 要潛入屋內埋伏行凶 要怎麼進到屋裡 他早有判算 他每次講說我大概 在他們女朋友搬家的時候 有請他去幫忙搬家 有給他鑰匙 他就趁機打了一副鑰匙備用 就留在自己的身邊 交往時的甜蜜互動跟信賴 在這一刻 卻成了黃寧凱計畫執行的一部分 他不是那個中午十二點 一兩點來 晚上七八點來 他為什麼挑這個四點多 從這個時間點去判斷 他對他們家的生活作息很了解 黃寧凱知道 小品五點下班 回家簡單整理後 就要趕著去上課 這個時間點夠他做好準備 帶著偷打的備用鑰匙 他進到了屋子裡 就看到媽媽在那個糖尾上面 休息睡覺 沒想到小品的媽媽竟然在家 但是屋內有人並沒有讓黃寧凱打笑念頭 他想到的是 小品的媽媽曾經對他的母親不禮貌 瞧不起他 他就靠近 拿出童軍繩 惹了 女朋友媽媽的脖子一繞 一惹 女朋友媽媽就驚慌 伸手抵抗 應該也就在那時候 把那個男朋友的臉頰給抓傷了 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屋子裡恢復得平靜 我就問他 你殺了媽媽媽之後 你在裡面一個小時 你在做什麼 他就趕到廚房去看 然後看到刀子 他就想待會 要不要用刀子 就想用刀子 會見一些 所以 人殺了人之後 都會學一學很加快 就變得很亢奮的方向 那時候你會怎麼樣 學生會發熱 會很苦 所以他到廚房去的時候 就是回家找水 喝了水之後 他有在講 他說他在想要不要離開 後來想他一定要跟 黃氏小品 講清楚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為什麼他要讓他這麼難堪 他還想做一個了斷 他當時的心態是什麼 已經是殺意勝決了 黃林凱躲在客廳的角落 等著小品回來 算一算時間差不多了 他聽到了開門聲 那聽到女朋友回來了 打開門 往黃間的方向走去 他就去把鐵門反鎖 走到他旁邊的時候 他後面用衣服把它套住 然後用鞏鞏鞏 把他壓到地上 然後把他綁起來 女朋友當下受到驚嚇 就開始抵抗 然後抵抗的時候 在拉扯當中 這個男朋友的披甲 掉落在地上 一打開 裡面就是他的針見 你可以看到 是男朋友在這裡 他就跟他講說 某某你現在在幹嘛 他這樣把他遮蔽的衣服給拿掉 兩個人有一種東西對話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下女朋友可能因為受到驚嚇 聲音就比較沒有那麼強勢 那雙方就是讓一個糾葛 這些對話對他的殺意 並沒有任何的簡情 他們就講說 他已經殺了女朋友的媽媽 再不把女朋友殺死 那警察很快就會找上他 短短兩個小時的時間 黃林凱取走了兩條人命 但是他沒有馬上逃跑 他留在屋子裡 試圖抹去屬於他的一切痕跡 這個時候黃林凱又聽見了開門聲 爸爸回來看不了打電話 怎麼都看不了在門口很慌張 他就想前幾天 家裡面好像有小偷進來 那邊很慌張 一直打電話一直打電話 一直上上下下跑 外面的人上上下下踩到進來 裡面的人緊張的鑰匙也出不去 後來不是前面陳述嗎 那個王先生他 請他大女的男朋友來 要爬進去 可能在這當中 有了空檔出現 所以他就往樓上跑 這樣從樓上跑到別的樓梯怎麼樣下來 他可能冥冥之中就注定了 他跑上樓了以後 因為有加蓋 無處可退 沒有路可以出去 那樓下人又慢慢的聚集過來 他也沒辦法直接大大的下樓 我就被困住在頂樓 那個時候我在想 我在想他當一個人在樓上 黑媽媽的 他一個人心情會這樣 怎麼辦 我們走來走去 就是因為他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這裡看看那裡放不放 這裡的住宅大家都知道 有案子發生了 民眾都會比較敏感一些 聽到樓上好像有人在樓 不是貓在跑 平常沒有 為什麼偏偏這個時候有呢 民眾會比較敏感就報案了 專小組回想整個過程 從黃林凱犯案到他落網 這中間他有太多機會可以逃 但是他就是走不了 雖然只有作案 從他開始作案到我們查獲 在五個小時之內 可是這五個小時 他有太多機會可以脫離 他就是準備 你看從他案發現 一直到王氏小姐被他淚蔽之後 最少有一個小時他可以逃 他就跑到頂樓去 頂樓只要你夠勇敢 你可以跑到隔壁樓的樓梯出去 他也不敢 他為什麼走不了 好像冥冥之狀 怎麼都要牽制住他一樣 好 什麼原因讓黃林凱 他被困在頂樓哪裡都去不了呢 等到有鄰居發現了異狀 報警處理 他也只能夠乖乖地束手就行了 不過他在犯後 不但沒有詭異 而且他還想方設法地 提出了大法官示現 他想要為自己求得一生的機會 王爸爸說如果不把黃林凱判處死刑 就等於是判他家全家死刑 因為他還有三個女兒 如果有一天這個黃林凱 他被放出來了 難保他不會回來報仇 在2017年最高法院 他做出了最後的判決 死刑定驗了 這是蔡政府院內 第二個死刑定驗的案例 黃林凱在犯案當年的2013年 他才剛剛滿了20歲 現在是2022年 他還不滿30歲 他是目前38個代決死球裡頭 他是最年輕的一個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礦面一直重陷在我腦海中 爸爸也是 爸爸很愛媽媽 他第一現場的時候 看到我爸爸這樣子 爸爸整個都崩潰 媽媽整個都腳軟你知道嗎 我不好心疼爸爸 心疼媽媽跟妹妹小品 小品的姐姐氣不成聲 就為了20萬元 雄手黃林凱竟然闖入家中 痛下殺手 最安全的庇護所成了血型的命案現場 我妹妹在夢中都說 她一直尖叫 然後我反而就不敢睡 只要睡著就會突然醒來 根本沒有辦法睡 事發之後 王爸爸帶著三個女兒搬家了 一來怕觸景傷情的痛 二來更怕的是汗室重演 我是只是被判了一個什麼 二十年 五年 六年 那他來著我們報復呢 我們只是小女生 我們會再次被殺害也是有可能的 家屬的傷痛與恐懼 他們只希望替逝去的家人 爭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個公道 每一次的開庭 王爸爸一定會到 他說他要親眼看著整個審理過程 這是他最後能替妻女做的事 一世之間 原本一個很平順 很和樂融融的圓滿家庭 就這樣子破碎了 請老師來幫你求情嗎 假如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那大家沒話講 可是忽然間一個外力 而且是不應該的外力 來造成你生活改變 你會有什麼改善 我如果是那個王先生 我早就走出來 你是在看他死 誰都是一樣 從苦至今 我的親人 我的自愛 被你殺害了 我對你還有什麼話 誰都是一樣 這是對一個家庭多大的危害 任何人都無法承受之痛 他在兩個小時之內殺了兩個手無寸鐵 毫無腹肌之力的女人 而且這兩個女人 一個是你以前很新的女朋友 她要不是對你 你犯了什麼重大錯誤 或者對你什麼造成重大危害 你竟然下定狠心把她殺了 她媽媽也是一樣 因為達到人神共憤的程度 所以她在她的判決書裡面 有講到警大的犯罪犬 認為她要挽回她的懊悔的程度盛情 她居然沒有什麼懊悔 你要不要跟家屬道歉 黃林凱 你要叫媽媽來幫你求情嗎 黃林凱殺人案 案件一路審理 從一審開始 黃林凱就被判處死刑 2017年7月3號 在高法院做出了最後判決 那連黃林凱在殺害王媽媽後 毫無罪惡感 絞殺小品錢還強制性交 惡性至極 罪責至重 判處死刑定業 是不是不想被判死刑 她也成為總統蔡依文任內 第二個遭到判死刑定業的人犯 也是戴決死囚中最年輕的死刑犯 我一直跟我們女兒 我們三個女兒說 她說一真 她沒有爸爸有跟我說 她終於可以把這份判決書 燒給她的老婆跟她的女兒來看 展現說她們兩個在生的時候 沒有辦法保護她們 以後終於幫她們得到一個公道 王爸爸說她盼著黃林凱 扶法的那一天 能向逝去的妻女交代 要不要向家屬道歉 卻沒想到二零一八年三月 黃林凱申請釋憲 理由是最高法院跟三審時 有兩個法官曾經參與黃林凱三審的判決 因為相同的法官不太可能推翻自己的原判決 在沒有迴避的狀況下 違反了憲法保障人民訴訟基本權的公平原則 已經死刑定驗的死刑犯 為什麼遲遲無法執行槍決呢 那定不應驗 死不死刑有差別嗎 就算定驗呢 還是可以申請大法官釋憲 在廢死聯盟的協助之下 幾乎每個死刑犯他們都申請過了 因為你只要申請 在結果出來之前 就不能夠執行死刑 就法而言 沒錯 這是死刑他們的權利 但是對於受害家屬來說 卻是漫長的折磨 是不是不想被判死刑 但是申請釋憲的死刑 不只黃林凱 目前全台代決的三十八名死刑犯當中 幾乎每一個死刑都申請過釋憲 因為廢死聯盟從兩千零五年開始 決定採取申請釋憲的方式 來推動死刑的廢止 或是對判死的司法程序提出檢討 死刑並不能讓台灣更好 其中兩千零九年 廢死聯盟還曾經一口氣 起當時候代決的四十四名死刑犯 申請釋憲 儘管全部遭到大法官會議駁回 但是死刑犯申請釋憲 並未因此停止 人是不是你殺的 二零二零年三月 遭六度判死定驗的三峽雙生命案主嫌 沈文斌也在定驗後三個月申請釋憲 這一個個案例 儘管這些都是死刑犯的權利 但是家屬情何以堪 事件真的成了死刑 逃避槍決的最佳方法嗎 這樣子對家屬真的是非常不公平 以後怕死也要害怕死 家屬會覺得說 我今天一個家人就這樣失去了 而那個兇手竟然可以在監牢裡面 去申請釋憲再生 然後好像在裡面過得也還不錯 因為有一些被害人家屬 他年紀其實也大了 他心中的那一塊焦慮就是在於說 他不知道他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到兇手被撫法 即便他自己知道說 就算兇手被槍決了 他失去的女兒還是不會回來 他如果到死之前 他都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兇手 受到應該有的懲罰 他會覺得說他會沒有辦法 在死之後去跟他女兒交代 好 當年在發生 洪中秋事件過後 軍事審判法已經修正了 也就是說在平時犯罪 所以現役軍人犯案是交由 普通法院來審理 黃林凱他是第一個案例 也是第一個死刑定驗的案例 但是在定驗之後 多久就必須要執行死刑呢 政府的標準又在哪裡 因為其實大家會去做比較嘛 像鄭傑其實算非常快 他就會覺得說 鄭傑殺人案一下子就被槍決了 那為什麼我的案件要拖這麼久 是不是我的案件沒有這麼重要 是不是我的案件沒有死這麼多人 我們講正義是什麼 或者是正義的代表是什麼 對悲害家族來說 你的死就是代表正義 黃姓犯血他假如真的懺悔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可能司法上是不會 我叫他好 我打包子 讓我抬一命比一命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順便祥 我們再會了 台灣啟示錄 我順便祥 法網揮揮 數而不漏 這八個字 在我們過去節目當中說過的 無數的犯罪案例當中 都一一地得到了證明 人是真的不能夠心存僥倖 那俗話說 舉頭三尺有神明 不論犯罪者費盡多少的心思 而企圖去掩蓋事實 但終究百密一書 總會有一雙眼睛盯著你看 而這些人最終 都必須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正如同今天我們要告訴您的 這起案件 住在彰化的這一家人 他們為了錢 竟然設下了圈套 把女兒的男朋友 從台北騙到了彰化 然後下藥迷婚 殺人棄屍 這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殺人計劃 他們以為只要在屍體上 綁上了重達40公斤的空心磚 還有大石頭 丟到了東羅西裡 就可以讓被害人 永遠地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他們甚至還迷信民間的傳說 以為用黑色的塑膠鈦去蒙住了被害人的臉 用麻繩去捆住了被害人的雙手雙腳 就算真的有冤魂 也不能夠回來找他們報仇 而他們就可以放心地去道理 去花用被害人的存款 就此逍遙法外了 但是他們想不到的是 這一連串的巧合 讓被害人的屍體很快地 就浮出了水面 他是在中雨休息的時候經過那邊 他一找朋友 回來看到 怎麼水面有一 好像是娃娃那個 仔細一看不對勁 這個人體附近吸引了大股的雨局 有經驗的村長當下判斷 就恐怕的是一具水流失 立刻報警處理 我們托過去 看能不能抵開 在這個打撈的過程 我們消防隊的弟兄就有提到說 好像有繩子 好像又綁磚塊 那當下我們就覺得說 那這可能就怪怪的 鳥子在哪一塊 還有第二塊石頭 那他們弄很久弄不上 因為它其中有一顆是 卡在泥土裡面 它拉不起來 大哥要上岸 大哥要上岸 花了好湯的力氣 終於把人給打撈上岸了 警方從死狀悄慘判斷 這絕對不是一起單純的落水意外 那監視我一看 他馬上就過來跟我報告說 隊長這個 可能要請監視科來做幫忙 然後他這個屍體的外觀很奇怪 有綁繩子跟有綁那個 黑色那個大垃圾袋 這樣有雙手塑膠袋 被丟進雙手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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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的搞不懂的這種 這個可能塌殺 一般我們在外勤有碰過自殺 也是綁石塊這樣跳 那個很沉嗎 很沉 空心磚喔 對 可是沒有像這個屍體的樣態 這麼詭異 後來媒體有登馬 就說什麼出事 它死後被人家裝石頭 要把它縫起來 把它丟進去 我說這個想像力太豐富 石頭上面有沒有屬外物 它擋著繩子擋著那個 肚子裡頭被塞滿了石頭 這個說法太驚悚了 但在死者的身上 的確被綁了 重達40公斤的石頭和空心磚 相防分隊把屍體打到上來 就發現手腳都被捆綁 然後頭腳都被套上 黑色大的塑膠袋 尤其在臉部部分 還用了黑色膠袋捆綁 它的眼口 那在民間的傳說就是 把眼睛綁起來 就是為了不要讓這個冤魂回來 尋仇 大家都覺得很恐怖 因為這個人家很純樸 我們這裡的 我們這裡擋的不是 百分七七十 都是為他們的政策 有難為主 所以方總命案 別人會說 要不要怕 手段冷血殘忍的殺人氣勢 竟然發生在純樸的彰化相見 死者和當地 有任何的地緣關係嗎 我們打到上來的時候 屍體部分的皮膚 都已經呈現虧爛 尤其是臉部 都腫脹得不成人形了 所以其實很難分辨 我幾乎三天沒睡覺 直到有一天 剛好我去辦事情 我就會去 都跟他說 我就跟媽媽講說 我就跟他跪 媽祖 我是復原鄉長 我們這裡發生一個冥寒 因為我有壓力 所以我就對一個聲明說 我希望可以趕快打 因為他現在水電他的指紋 都很暖氣 所以他很難比對他的身分 沒有身分怎麼導致他門口 對不對 所以我幫他 希望他能夠鼓勵這樣 然後 就都很毛 現在跟你講也很毛 真的 真的 然後就跟他拜拜 然後紮個像就出來這樣 皮膚潰爛得太嚴重了 一度無法踩到指紋 最後好不容易 從死者著手的無名指 比對出了一個身分 通知家屬來認識 證實 就是失蹤兩個星期的張姓男子 10月15號那天 他就有跟兒子說 他下南部跟女朋友去 遊玩個兩三天 死者都沒有聯絡兒子 兒子就覺得說 怎麼 爸爸這兩三天下去玩 都沒有聯絡 轉去問他死者的女朋友說 爸爸有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什麼 李女就說 爸爸16號那天 就跟他吵架就離開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邊 我也在找他 就裝這一部 他們也在尋找 那個死者的蹤跡的樣子 死者兒子當下覺得不太對勁 就去台中報了失蹤人口 在報案的隔天 他爸爸的車子找到了 但人卻不在車上 BMW黑色420i 刷門的轎跑車 在台中市的 附近北部那邊被找到 他發現這部車的鑰匙 在車裡面 而且門沒有鎖 這就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他那個是高檔的車 他是晶片的 那個鑰匙就丟在前面的 那個儀表板那邊 見識的時候 也沒有在車上 找到任何明顯的急證 但是把車子騎在這邊 台中警方最後研判可能是 兇手想故意造成 失蹤的樣子 但是其實有可能是 辱人或是 殺人棄屍的這個情形 大哥走了 大哥走了 上岸了 死者究竟跟誰結怨呢 可能是因為工作性質 就要來殺生之禍嗎 這個詹 聽他做什麼 他的兒子跟他都說 認為他在做博弈 他在聽到有些做 就是簽那個球類 那事實上我們了解 他應該是跟詹欺 這個區塊有關聯 正當警方全面的清查 死者的交往背景的同時 收到了一條 相當重要的線索 死者兒子在報案完幾天後 發現他的簡訊怎麼收到 他的銀行帳戶有提領紀錄 那這個銀行帳戶是 他提供給他爸爸 也就是死者 作為生意上往來的用途 那怎麼爸爸失蹤 但是錢還是有提領紀錄 有提款卡用他兒子的名譽去開戶 他的錢有背禮160萬 然後他就覺得這樣 是不是他爸被做掉 不管是誰把錢給領走了 這肯定跟張姓男子的失蹤 脫不了關係 趕快地把監視器畫面 調出來看 經過警方去調查之後 發現提令錢的 根本不是死者 而是兩個蒙面 然後戴個口罩帽子這樣 這兩個女人是誰呢 他跟張姓男子又有什麼關係呢 而就在同一時間 在網路上出現了這一篇貼文 死者有人在臉書爆料 死者去年在台北酒店 認識從彰化北上 工作的林姓女子 以每個月十萬人包養他 兩人同居 但九月十一日 突然有六名男子 聲稱是林姓女子的表哥 闖進他們的租屋處 說家族不許他們交往 把林姓女子帶走 十月八日他們和死者 到熱炒店吃飯 林姓女子卻突然出現 兩人還一起離開 十月十五日 死者說要去鹿港 從此失聯 家屬報案後 查到林姓女子 拿著死者的提款卡領錢 認為林姓女子設局 找人綁走死者毆打 逼問提款卡密碼 再將人殺害棄屍 其實爆料內容 我們有一個大卡的了解 就是死者已經失蹤了 那現在警方證實 已經遭殺害了 就是跟他最後一顆聯絡的 就是這林姓女 所以他就是兇手 叫他出來面對認罪之間 那他講完 我們就覺得他女朋友 就很可疑 因為他最後推遍的是他 知道死者的身分 又知道死者最後接觸的人 那我們當然是從他左手 被害人的朋友一口咬定 死者的女朋友 他就是兇手了 加上被害人的兒子也說 爸爸在失蹤前有提到 他回到彰化鹿港 去找女朋友 但是卻沒有想到 一去不回了 而這個女朋友 事後竟然還跟他兒子說 他爸爸跟他吵架之後 就離開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 人後來去了哪裡 警方聽了之後直覺 這個女朋友 她是很有問題的 不過在詢問他之前 警方先去做了調查 發現這名名姓女子 她在台北一家 最大規模的傳播公司上班 她的長相甜美 而且壽氣 算是紅牌小姐 她也算是因為工作關係 所以認識了死者 兩個人進一步的交往 之後同居了 而據說死者 每個月花十萬塊錢 包養她 在物質方面 也盡量滿足她的需求 但聽說這一對 相差二十一歲的婦女戀 女方的家裡並不贊成的 而在男方失蹤前 兩個人也曾經 在朋友的面前大吵一架 鬧到要分手 但最後 男方為什麼 又特地地陪著女朋友 回彰化老家一趟呢 面對警方找上門來 這一位靈性女子 她也不慌張 她淡淡地說 她男朋友失蹤 跟她有什麼關係呢 事實上 她也急著在倒塌 其實在這個整個案件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他們都滿鎮定的 然後帶回來之後 我就問她說 妳知道我來找妳 是為了什麼事嗎 她就就是一副 很不以為人的說 就是我男朋友 失蹤的事情嗎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不先敵 我就不跟她講她死了 妳跟她是朋友嘛 好像她兒子說 妳是她女朋友 然後她好像有來找妳 然後她兒子說她16號去 聯絡了 聯絡不上 那到底怎麼回事 她其實沒有找 因為當時 沒有什麼其他 其將是有涉及刑案的 所以還是藉由我們那個 死者兒子去問她 爸爸女朋友說 爸爸到底在哪邊 那你們是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離開的 那靈女卻是裝作了一副 很無所謂說 我不知道欸 她跟我吵架 她就離開了 妳為什麼要一直問我 我也很煩 我也很著急的找她 30歲的靈性女子 面對警方的訓問 她從容冷靜 她一口撇心的關係 而警方也不急著作作逼人 我說妳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妳做酒店 那妳這陣子的 經濟來源怎麼辦 去年的五月就很嚴重啊 有到三級 然後她有講說 我們的經濟 會幫我接外面的 我們類似那種 私人俱樂部 或是招待所的案子 我說那真的不錯啊 這個林小姐 她其實以前打扮的 是滿中性 頭髮短短的滿中性的 但是後來因為她 因為要上班 所以都要把頭髮留長了 基本上看起來的話 不了解認為說 她真的是很 長得滿漂亮的一個女孩 整個台灣有 只要有結婚 她都會迎接 基本上在疫情期間 哪裡有錢 一起回來嘛 她就自己先講 她講說 那16號咧 那我們就去哪邊啊 然後去跟家人去海邊看夕陽 然後就她就自己講一套 林姓女子三年前北上酒店工作 起初維持像這樣的中性打扮 業績並不好 在友人勸說下 戴假髮為整形 憑著高顏值鮮細身材 從此以泡而紅 才因此認識了張姓男子 她這個男生51年次 她看起來是不會很老 但是我覺得她的物質上面 有給你術育很大的方便 包括錢 包括買什麼東西買包包 因為聽她弟講說 好像她之前買什麼包包 後來都在她媽身上出現 據說兩人在交往期間 張姓男子每個月花10萬塊錢 包養林姓女子 還買了一輛200多萬元的跑車 幫忙付了頭款145萬 但後來也是為了錢 越吵越兇 吵架說好啊 為了可能當下氣氛說 我車子要過我什麼 我要把我照顧 車子買年齡的名字 貸款用年齡的名字 貸145萬 這錢是十幾萬元 十幾萬元 怎麼對 要分手 要分手 車也要貴給我 也要貴給我 怎麼會讓你開去 我們兩個是我們女朋友 我幫你拿貸款 買你的名字 你要加湊 我當然要把車給我貸 他錢我也賣不 不是都在朋友面前 鬧分手了嗎 那為什麼後來 還約死者回彰化老家 和爸媽一塊吃飯呢 他們如果 有需要買什麼東西 或是鄰女需要 做什麼醫美什麼的話 都是由鄰女開口 跟死者拿的 那其實死者 對他們也滿大方的 所以他們可能 是因為有拿到一些錢 所以才會容忍默認 死者對鄰女的一些 動觸的行為 男女之間交往 分分合合也不奇怪 但畢竟鄰女子 是死者失蹤前 最後接觸的人 他有必要 要把最後一面的經過 交代清楚 那你最近什麼時候看到他 然後他說 就是15號 他們在台北一起回來 他就自己先講 他就講說 那16號呢 所以我們就 去哪邊啊 然後去跟家人去 去海邊看夕陽 去判保 去逢甲 然後因為有爭吵嘛 然後他們把他們 一家人趕下車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趕下車 然後你們呢 然後他們 我們就去逢甲逛街 然後又去中游 然後我們就搭車回福星 然後他就跟他媽 坐車回桃園 他就先這樣講 OK 好 他講完了 在此之前 警方完全沒讓 林姓女子知道 張信男子的屍體 已經被發現的事實 直到這一次的問話結束 我就拿鞠票跟他講說 我現在有張鞠票 張發電源署的鞠票 然後再跟他問他的時候 我們全程再收證 要收證 就是我跟他講的話 旁邊就收證了 你講什麼 我就先把你收證起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是台灣張發電話檢查署 檢查台灣合法的鞠票 按由殺人 我現在這次跟你逮捕 逮捕他就上借據 就跟他告知全力 他完全沒有反應 他就一直看那個鞠票說殺人 他就一直覺得很懷疑 裝無辜 他就裝無辜 怎麼殺人 然後他也沒有反抗 他就讓你上借據 上借據完 就換我們開始訪問他 我就說 如果你有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很清楚 那到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坦白 要把這個過程講出來 這樣大家也比較好做事 而且對你也比較好 因為你犯過態度的問題 他當下就裝得一副很 很柔弱的樣子 就是一個小女生的樣子 然後他很冷靜 他一點都不會慌 他就很冷靜 這名靈性女子 他冷靜地把關係撇得一干二淨 他甚至也大方地同意 讓警方到他家裡頭去看看 他應該吃定了警方 什麼也受不到吧 因為所有的犯罪東西 都已經被丟進了洞洛西了 而他的爸爸 當時還二度地回到了現場 他穿上了潛水衣 潛到了水裡面 去確認屍體已經沉在水底了 甚至他們一度還異想天開的 想要去買食人魚 放到溪裡頭 徹底地毀屍滅擊 這家人以為真相 將會永遠地埋在溪水裡 但是靈性女子 她沒有想到的是 當她和她的媽媽 去盜領被害人存款的時候 他們所有的身影 都被監視器給拍下來了 而當時 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 穿的褲子 穿的鞋子 現在都還靜靜地 躺在他們家的衣櫃裡 而這就是警方上門的目的了 果然警方找到了這些 在監視器畫面裡頭出現過的 這一套套的服裝 這對母女 還能夠狡辯下去嗎 但是我覺得 他們這一家四口 我覺得她弟弟 她的弟弟 是比較被動的一個角色 她爸的角色 因為她爸是 以前是做優妻 她的生也沒工作 她媽嫂她一歲而已 她也沒工作 以前做直銷 林書宇在做酒店 她弟也沒工作 她家都沒有收入 只有看到她女兒在酒店上班 當時 林女爸爸跟媽媽 都是處於退休狀態 那弟弟就是打林工 打加油戰工 朝上臨時工作狀態 應該說他們這一家 都是靠林女 在酒店賺錢養家 一家人都靠林姓女子賺錢過貨 關係相當緊密 更何況死者在失蹤之前 還到過他們家吃飯 警方有這個必要上門查訪 我們今天來是因為你女兒有個案子 我們要來家裡看一看 有啊你哪是來溫道口 當然你也可以去拒絕 但是我們有經過你女兒同意 至少她的房間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問她 那你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嗎 為什麼會怕警察來看呢 如果你如果沒有我們看一下OK啊 警方當然是有備而來的 過去三天已經調到了關鍵的監視器畫面 有人在台北 在桃園在台中等地的便利商店提款機 盜領了死者的存款 警方不動聲色 如果說一模一樣的拖鞋是巧合 那身上的衣服褲子都完全複製 甚至連體型樣態都神似 那還能夠辯解不是同一個人嗎 又上去二樓林書宇的房間 又去主臥房林書宇跟林書宇的房間 就是她媽媽的房間 就發現17號在桃園嶺的 那個愛迪達的一件黑色外套 然後另外又有一件黑色長褲 是在她的房間 那件長褲一發現 是18號在桃園的全家嶺穿著的長褲 但是我們在詢問說 這件衣服是誰穿的時候 她就說這個衣服就是我的啊 又怎麼樣這個衣服很常見啊 這褲子很常見啊 就衣服很無所謂的樣子 要不然你再問她 衣服都跟她穿一樣的 她說戴口罩這個不是我 沒有拍到臉 我是認為說她的媽媽的 深層的這個想法是比較重要 因為我覺得她媽比較會去做偽裝 包括我在跟她交手 因為我們當警察那麼多人 在跟她交手 我們可以從她的行為裡面 認為她她都做人做表面 她對警察也是都很表面 她是不見棺材不掉類那種 就是你要把證據拿給她面前看 她才要講的那種 是屁股要掛嗎 鑰匙在那 林姓女子的媽媽 怎麼可能不知道 警察為什麼要上門呢 但她就是心存僥倖 避重就輕 甚至還掉下了委屈的眼淚 她持續跟她媽談 她那時候她媽才在那邊哭 哭說為什麼女兒 你為什麼 警察要把你帶回來家裡 大費作章去看這些東西 然後你到底什麼事情 你怎麼警察把你上手套 她在哭 她在哭 你就覺得她哭得很假 我就說其實如果你有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很清楚 那到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坦白 要把這個過程講出來 這樣大家也比較好做事 而且對你也比較好 因為你犯過態度的問題 警方動致乙情 但林姓女子願意坦白重寬了嗎 事實上 警方已經把監視器畫面 通通掉出來了 死者失蹤的那一天 林姓女子就是開著她的 黑色寶馬轎車 載著這一家人和男友出門 而其中有一趟路 平常開車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只要五分鐘 為什麼在這一天 你要花上一個小時呢 很顯然在這中間 你有停下來 而停下來的那一個小時 車上的人在做什麼呢 面對警方的質疑 林姓女子她沒有辦法交代 不過她還是不肯說實話 直到警方給了她看 男友死狀的照片 她的眼神開始飄忽了 警方感覺有機會突破了 勸她因果輪回善惡中有報 你還是把事情說出來吧 終於林姓女子她認罪了 她說是她一個人做的 跟她的家人通通沒有關係 但是警方懷疑 光靠她一個女人 怎麼可能獨立完成整個 殺人氣勢的過程呢 顯然她還是沒有說實話 這個 黑色的 四二零奈的寶馬 在11月16的幾點幾分 從天聖橋經過到冷頂橋 再到西湖橋 那你到西湖橋那邊 有17點到18點 這有一個小時不見了啊 那你為什麼 你說你們又去台中嘛 你有開了西湖嗎 你說沒有啊 你們就弄一弄就去台中 為什麼你的車的軌跡 會從這邊過來 她開車的喔 然後她說她不是很清楚 她那邊狀況不是很好 她忘記了什麼 她就推啊 因為我們去調 調我們的軌跡跟高速公路 它七點多 從我們西湖橋到上台中 那邊開了大概二三十分鐘 就八點多下 你從漢堡 你一直開來我們這邊 從天聖橋到冷頂西湖橋 這邊不見了一個小時嘛 你又開回來 你經過這個關鍵的車變點 冷頂橋 你過來照著講 你要開過去天上啊 你沒有過去啊 你為什麼又回來 27分鐘 那邊就去世的地點 我們就說就是你 然後他還在這邊推 他們就顧手而言 他一直在推 他忘記不曉得 不知道怎麼樣 好 沒關係 你又講你的 你越不承認越好 消失的27分鐘 去了哪又做了什麼呢 林姓女子 她就是糊塗到底 警方鞏固完的證據 不浪費時間了 決定直球對決 直球對決就是 我就拿給他看說 這是你男朋友 這間男朋友 這間男朋友 他眼睛有震折住的感覺 就有嚇到人 因為其實那個屍體樣子 是滿可怕的 當時他就已經有點動搖了 但是還是一直不說 他想了大概三分鐘 那時候快五六點 因為那時候 我們要趕去電影署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很簡單 你就承認有 是你殺人或是不是 這樣就好 你也可以說不是 不是 但是我有我的證據 我會提示給警察官 你今天一定被壓 女子那邊我就叫 就先壓再講 幹什麼要不要講 然後他就有點鬆動 然後他就 後來他就講一句話 人是我殺人 林姓女子她終於認了 不過她說 人是她一個人殺的 跟她的家人 通通沒有關係 林姓女子還是一樣就是 時刻否認沒有 沒有犯難 他可能覺得說 他們四個已經穿貢的 很完美天衣無縫的 不會有就是破綻的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 直接直接具體之後 把他帶回來 然後分別問比路 林姓女子當時其實想一間床 但是他還沒有想到 我們警方掌握的資料 是很完備的 死者雖然說是五十幾歲 但是他也是個男生 成年男生 並不是林姓一個人 女性可以就是輕易殺愛的 所以才會研判 可能會有共犯 那這些共犯就是 她的爸爸媽媽們 為什麼會懷疑 共犯就是 林姓女子的爸爸媽媽呢 因為在死者失蹤的那一天 就是和林姓女子 這一家人 一塊地坐車出遊 在車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林姓女子的媽媽很難突破 倒是她的爸爸很乾脆 她一口就認了 她說 因為那個男的對她的女兒很不好 一個大男人動手動腳的 她一氣之下 才會想要用黑道的方式 好好的教訓一下對方 林姓女子的爸爸說 人是她殺的 跟她的家人 通通沒有關係 我要離親的安全 我有想起的事情 我知道她的卡片 她不來消費 等待這個附近 那就是 我要逼 逼我先生講話 還有我素理講話 我要全程讓她實情 公斷 還有信卡 照片集團的信卡 從頭到尾 他們一家四口 就她的態度 讓我覺得 她的態度讓我覺得最 不配合也好 或是說明明就是她有 她又裝著一副好像 就是沒有 然後就是警察也沒有辦法 給我怎樣 她承認了人 她殺的 那真的是她殺的嗎 你女兒才 多高 極多重 她一個人可以殺嗎 那縱使你沒殺 那你有在旁邊看 你也知情 就算女兒都高了 但林姓女子的媽媽 還是失口否認 沒有想到 卻一句話說溜了嘴 那領錢 那個明明就是你 娘子是你 她說她沒有 我說妳知道她說 娘子的是你 她說 縱使游領錢 她那個錢 又是不義之財 她這樣跟我講 那時候我就火到 我就跟她講說 那縱使不義之財 你以為妳要交警察 你怎麼可以拿去妳的口袋 不是嗎 就算游領那又怎樣 那也是不義之財 林姓女子的媽媽 竟然把這句話 說得多麼理直氣壯 媽媽那時候說一句話 讓我們很震驚說 她那些錢 我們拿來用剛剛好而已 意思是說娘子是剛好 她中人就是聽 騎我女兒嘛 她常打罵我女兒 而且她是在做這種偏門的嘛 而且她好像曾經 要利用他們家人的帳戶 去做洗錢嘛 事實上她可能反正 她女兒跟這個人交我 她認為說我把她領錢 她這個是不義之財 那我就覺得說 你這個觀念怎麼對呢 不義之財 你就忍就把她殺掉 當然林姓梓 她可能有一些委屈 交男朋友 她交男朋友 你離開她就好了 我怎麼有那麼強烈的動機 就是她雖然他們說不喜歡這個男孩子 但是她還是末日 離女跟他們繼續交往 離女也自己願意跟死者繼續交往 就是一直糾纏不清的狀態 所以說她是持續斷斷續續再交往 然後又在一起 然後是後來假的要跟你在一起 然後行 要實際殺你的知名來弄你的錢 爸爸是說他們殺的東西是 這個男生對離女很差 所以才一死氣 氣憤才殺並不是預謀殺害的 這一個說詞就是 林姓女子在認罪之後 坦承犯案的第一個版本 原本一家人開開心心的出遊 卻因為發生了口角 不小心把張姓男子給打死了 林姓女子的爸爸一個人懸扛了 理由是為了保護女兒 他指控死者是黑道 經常對女兒動手動腳的 他只是以黑道的方式 教訓對方一下而已 那事實上根據我的筆錄 他是講說是他姐說想要把他弄掉 然後他爸說OK 你要把人帶來我來處理 有動機是015 執行是他爸 這一家人的說詞都有出入 究竟誰才是真正的主魔者 弟弟說當初是姐姐打電話回家說 他又被欺負了 爸爸聽得很生氣 就要姐姐想辦法把張姓男子 從台北約到彰化來 而當時一家人甚至還在彰化台北 分隔兩地開了一場視訊會議 爸爸媽媽負責要購買工具 去勘查氣勢的地點 甚至連弟弟的朋友都被牽扯進來了 他被分配到的工作室去準備安眠藥 而張姓男子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當他開開心心陪著女朋友 南下彰化的老家 而就在汽車旅館度過了 他人生最後的一個晚上 那個晚上十點鐘 林姓女子的爸爸媽媽 竟然跑去東羅西勘查氣勢的地點 而隔天一大早 林姓女子的爸爸就把空心磚 麻繩還有黑色打塑膠袋 都事先放到了預定的氣勢地點附近 等到了當天週五十一點三十分 林姓女子和死者從汽車旅館退訪 林姓女子的媽媽 已經把這個安眠藥磨碎了 然後放進白色的飲料裡 死者他怎麼會知道 當他們一塊開心地前往 漢堡師地遊玩的路上 林姓女子這一家人 和他有說有笑的 其實每個人心裡頭想的 都是在等待藥效發作 之後要怎麼殺死他 整個過程回想起來 怎麼不令人貓鼓手呢 爸爸他是在什麼時候跟你講說 我們要動手 這件事是當天 當天是十六號 那時候姐姐回來的嗎 他是跟張先生是從十五號回來的 在哪裡跟你講 當天幾點跟你講 姐姐去汽車旅館那一天是十五號 跟張先生回來之前講的還是 已經回來才講的 等我一下我想一下 就我跟我爸在準備的時候就有講 但是那時候他是叫我 把風而已 他們沒講得很清楚你就知道要殺掉 殺掉 我只知道要處理掉 不是殺掉 處理掉就是殺 跟殺 對對對殺的意思是一樣的動作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一定會講得很清楚啊 一定會先講好啊 要在哪邊啊 要用什麼方式啊 一定會大家先討論一次吧 我知道的時候這件事是零食 是真的是零食 而且又很急 就地點也是 爸跟我媽去看的 那所以你們前一天晚上就 就已經開始在企劃了 那應該是 因為我姐姐那時候 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結果被他說他欺負了 從之前跟他在一起 在台北生活的時候 他說他說他如果說 他就說他常常打 跟那個 又跟他搶他 他黑道嘛 他如果你不服從 我要叫黑道 來對你們家怎麼樣 他的想法是說 我們家有被他做脅迫啊 他沒想做反擊 但是因為他死掉 我們沒有辦法去求證他住 結果變成他當面這樣講說 他可能有 仗著他可能是做 騙問的 比較兄弟 比較冷 他用這種角度 你跟他這個角度你講 2021年10月12號 林姓女子又打電回家 跟爸爸訴苦 為了幫女兒出一口氣 這一家人 竟然起了可怕的殺人念頭 要殺他這樣計劃多久 這要問我姐姐 姐姐跟誰計劃的 因為是我姐姐 鼓動找我爸媽的 結果是陪同的 什麼時候開始牌 你知道嗎 那我不知道 其實在我們演判 可能就是 林女想擺脫這個死者 那想借我這個機會 在她身上 拿一筆大筆的金額 所以才會從台北把他設局 帶他下來 彰化這邊殺害 因為他知道 死者身上有金融提款卡 裡面都有一些存款 所以他想把殺害之後 拿裡面這些存款 他12號打電回來 他爸就講了 你把他弄回來 處理他來處理 你幾天前就嫁回好了 你 你多久之前就嫁回好了 他說這個計劃是 可是他們都017 你說嫁回的時候 你16號還是人家是當天公司 16號當天公司 對 真的是當天公司 但是你15號就來看地方了 我還在看電視 我還在看藍色桶 你說15號我們就去看地方了 你15號就去看地方了 對 就是那些 就是他有預先在電話裡說 他說 他如果再帶他女子 這樣 他在外面其實 還是要把他手 他還看他的態度 案發前四天 他們就是在預謀 要將死者騙下來 中南部殺害 那當時就是就分工說 鄰居在台北 那爸爸媽媽跟弟弟在家裡 他們就有開視訊會議 就是開會要討論誰分工 那繩子那些 你知道在哪邊買的嗎 那可能我不知道 他或我爸 你爸 那可能是我爸買的 我都在哪裡 繩子 好像是在大堂 15號的22點 跟他媽去看現場 16號的清晨 清晨一點多 他跟他兒子去載空心磚 16號的清晨7點多 他跟他兒子把空心磚 繩子跟黑色的塑料袋 去放在本來就預知好 要棄屍的地方 所以說他這件事 從一開始要預謀殺他 結果爸爸把後面 要棄屍的地點都找好了 殺了地方 照他的套路在走 版本 交易版本一間 鄰居部分就是 負責把死者帶下來 那爸爸媽媽的部分就是 去買繩子 空心磚那些 要棄屍的工具 弟弟的部分就是 媽媽交代弟弟去找安眠藥 那弟弟就是透過朋友的關係 去拿到安眠藥 所以他們分工還蠻詳細的 那案發前幾天 鄰居從台北 把死者帶下來的 借口是說 我們去中部晚幾天 死者也故意有他 就下來晚上 然後就是回家 回老家周遊也好 他們第一天是去 鹿港老街逛街之後 住汽車旅館 死者跟女友 入住汽車旅館的那個晚上 沒有想到就在同一時間 女友的父母和弟弟 竟然在彰化忙著準備殺人工具 以及勘察氣勢的地點 你們去殺害他有地方在哪邊 殺害他有地點 你們之前就去看過了嗎 殺害地點是什麼 就是你們在 那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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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個 那個位置嘛 對 那個位置 為什麼會知道是嗎 那個位置是我爸那時候 我爸早就知道 那時候我爸有帶我媽去那邊 泡澡過 但是這個 一家四口 父母親 女兒 兒子 分工那麼細 然後還提前就串工 我最不可以接受的是 因為前一天晚上 我的女兒林書 也是在跟她的男朋友 在集合旅館在睡覺 當下 她的父母親是在 看那個地點 準備要把它做掉 在鹿港睡了一晚 隔天將近中午前退房 就直接開車到了林家 使者渾然不覺 她正在一步步踏入 這一家人準備好的死亡陷阱 林女跟使者 從汽車旅館退房之後 就買個買著午餐 到老家跟爸爸媽媽 還有弟弟一起吃午餐 這時候弟弟 將安眠藥交給媽媽媽 媽媽進到廚房 將這個安眠藥抹 所以之後放進去 一樣是白色液體 他的安眠藥是白色的 那間若也是 都是白色的飲料 所以夾進去是 不會有太明顯的變化 把那邊要磨成粉之後 丟進去鑑肉裡面 那有林女拿給死者喝 那就親眼看到她喝完 喝完之後等到藥效發作 可能半個小時之後 他們就提議說 要去漢堡市裡走走 那死者也不宜由他 就跟著他們一起出門 所以他們是一家五購 當時是滿融洽的出門的 他們一家人 明知要把你殺掉還是很好 一起在車上 有時候有時候 吃蔓越莓 喝鑑肉 開到那邊之後看 死者藥效發作 快點昏昏欲睡了 那將車子停在 漢堡市裡旁邊的路邊 那媽媽跟林女下車把風 是爸爸拿著繩子 將死者熱避難 弟弟失敗旁邊 就是協助抓人 那你們是用熱的還是 用手熱還是用繩子去 用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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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用力嗎 用繩子很用力嗎 嗯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開 反正就是用繩子熱的 林姓女子的爸爸 將死者熱死之後 一行人上車 繼續地開到漢堡市地的 某一處的空地 將屍體從副駕駛座搬到地上 臉遮住 把他捆 那腳先固定 他把他丟到後行李下 他們在那海邊抽菸 就是林姓 比例我講 他們在抽菸的時候 那個時候林姓有在哭 然後說他如果東窗事發 怎麼怎樣他要怎麼扛 然後他爸就說他要扛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先講好供詞 就說他們如果有問 就說什麼 他們去逢甲 被他吵架 被他罵嘛 罵嘛 他們就怎樣 他們就在那邊就弄好 那你們都在車上 你們不會害怕嗎 他已經死在車上了 就在你前面 你們在車裡面 衣服蓋著 然後他抓在前面 安全帶還繫著嗎 這樣嗎 對 他沒有倒來倒去嗎 那就是繩子架住吧 架住哪裡 就是把他繼續扭著 對 他就把他蓋一件被子 戴一件外套 然後滴一下就行了 都會移到搏 然後他開到那個地方 二十七分鐘 他們就是把他弄下去 所以說他這件事 從一開始要預謀殺他 就包括把後面要棄室的地點 都找好了 殺了地方 跟他都 他都去 只是照他的套路在走 版本 叫也版本一點 這裡 是嗎 這裡 對 應該是在這邊 對 這裡 你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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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東西是從這邊搬出來的 從這邊 後車的箱子 從這邊打開 打開之後 然後他跟你 把他搬下去 我提過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平 這樣子下面有一個平台 平台下面 就他在下面弄 你這樣車子開過去 也看不到 他是人性下去 他是人性滾下去 對 滾下去 在這個點 他是屍體在這裡 對 屍體下去 跟我爸的時候 搬腳 我爸搬頭 就慢慢的移到那個 那個區域 那個草子 對 所以躲在那邊 躲在那邊 對 躲在那個區域 那個區域 然後再來 之後就開始包裝 那昨天記得 用意是什麼 就是 不想看到嗎 不想嗎 不想讓他看到嗎 我不知道 誰跟你這樣 誰這樣子教你 我不知道 麻繩跟空心端 綁在死的屍體身上 那將屍體連同空心端 一並丟到溪裡面 然後水太淺 然後他又說 他爸又把它拖到中間一點 然後他爸還 浴漬一套乾淨的衣服 因為他 他之後他會嚇死 所以他又在那邊 又換衣服 換褲子 又上車 浴猛 連這個他都想好了 林姓女子的爸爸 親眼看到屍體沉下去 之後才離開 一家人把車子 往北開到台中 丟在福星北路 開始到處的盜領死者的存款 他們當天 氣死之後有搜刮 他身上的一些 貴重物品跟提款卡 就我們了解起來 那個死者會把密碼 貼在提款卡上面 那可能 他們一起去提領的時候 林姓也有看過 死者提領的畫面 那有 借機會把密碼記下來 他們知道 死者有將他的提款卡 設定一天可以提領50萬元 就最高限額是50萬元 所以他拿了三到四張卡 去每家超商提領50萬元 所以他要分兩到三家的 超商提領 領了四百多萬 一家人到處吃吃喝喝 過了兩天不放心 還特地跑去台中 買了潛水裝 你有想起來那個潛水裝去 你買的有想起來嗎 潛水裝是潛水裝買的 潛水裝是潛水裝買的 潛水裝買的 潛水裝哪裡那時候 是時候收集授學的 姐姐會知道 一套多少錢 一套 一套 都五錢多 他們就是怕他會浮起來 然後他們去買青蛙裝 拿著他們兩個 他們這個跟這個 穿那個潛水裝下去 看他屍體有沒有浮起來 林男爸爸還有拿一支 差不多這麼長的鐵條 然後把他抹尖 然後拿去現場 用鐵棍刺屍體 那我們事後問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說他要讓他屍體裡面的氣體消失 就是讓他撐下去 所以就很異想天開 他想中讓他不要浮起來 然後他又去拿石頭把它夾壓 那二三十顆石頭 壓在職者身上 然後讓他再撐到水底下 後續做手機見識的時候 有發現他們一家在氣室之後 還曾經異想天開 想去買食人魚 作為滅屍的動作 我們就說怎麼會有那麼 異想天開的想法 說想去買食人魚 丟在東洛西讓他氣室 就是把屍體咬掉 就是滅漆 那林鄭是他把這個屍體 丟入東洛西的時候 他有抽一根煙 把那個煙往這個東洛西這樣丟 他說兄弟 哪裡 我這人欺負你 我這人欺負你 他是用台語這樣講 那你說他有什麼虧欠嗎 他有什麼虧欠 他是把它做掉啊 我能幫你殺掉再說對不起 那看法官要不要饒你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天下就亂掉了啊 林鄭這家人 他們分工合作 他們想盡辦法 要讓一個人 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但是他們卻沒有料到 他們選擇氣室的地點 剛好有不肖業者 任意傾倒的廢棄物 導致這個河床被墊高了 水深變淺了 加上連日來的大雨 就算四十公斤的石頭 也壓不住真相了 屍體就這樣浮出水面了 這家人絞進了腦汁 密謀殺人 他們綁磚塊 他們蒙眼睛 但最後還是 逃不過法律的制裁 其實我們 當天中的刑事工作 我們定期都有在拜拜 那我們當下就是 當天是我們小隊長 跟著同事去順著宮拜拜 那就是祈求我們工作順利 案件完備 就是出入平安這樣子 那拜完拜 相隔不到十到二十分鐘 就接到隊長說 我們俠區內有發生一件水油石的案件 大哥要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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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反而是把他當作說 可能這個死者有怨言情想請我們幫忙 這樣子 這件我覺得他們也認為 我感覺 他也克勢 他長在身子長身是方塊 克勢說他 他認為說 警察應該不至於那麼快找到他 他們認為說他這樣應該不會浮起來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就浮起來 因為他有兩塊的那個空心磚 他這樣壓 因為我去大家去做了解 像我們的體重有70公斤 你的水的浮力 包括你的載重 除非你比我們的體重大上成倍數 如果你這樣弄 基本上你身體的腫脹 我覺得還是會上 剛好那幾天有下大雨 可能是下雨 這也是一個跡象 讓河水沖刷力度變大 然後讓屍體浮起來 因為我覺得 我們從這個案子 從29號發現 你這樣指紋一確認 你說身份確認這樣去推 我覺得這個具體有點曲折也很緊湊 但是為什麼會那麼順利 我就覺得說 怎麼講呢 這個有點鬼力灌神 但是我是不會去很迷信這個 但是因為我們當 當差的有時候辦很多案子 都明明中就是覺得說 怎麼都很多 很多那種巧合的點 我去那個 路感天都說 我去拜媽祖 我就跟他說 說 媽祖 我 реal прив employer merchants 很方便 前幾天 鄉有一個命案 一個十八把眼睛搭起來 行駕駛把眼睛搭起來 在水裡放下去 簽署說你保庇可以找到 雞雲和魂乖故里 我就去求他 然後就 因為我自己想的 我想說他把眼睛搭起來 我總是去拜陳寗案 說希望千寗演將軍 幫他開眼睛拉到回家 然後我們要轉身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那個千寗演把我們眨眼睛這樣 所以我就當他覺得 這個案子會不破 雷姓女子一家人謀財海鳴 全家人都是殺人犯 檢方認定惡性重大 見警法官 從洞亮起 我們也一直覺得說很 憧憬這麼久都沒有遇過 這樣案件 因為一家人要一起殺一個人 其實我們在後面了解 想這麼做是靈女 但是慫恿者是他的媽媽 可能比較愛淺吧 對 因為在家裡大小的事情 都是他媽媽在主導的 國貝第七的案子 我有想到的事情 我知道他的卡片 他不知道消費 等下這個附近 我要逼我先生講出來 還有我師父講出來 我要全程讓他實情 說出來 因為還有信卡 這邊一團的信卡 我覺得他們靈女 他們一家受到媽媽的影響很大 因為媽媽的一些 給他灌輸的一些概念 都是很不好的 就是 你要賺錢回來 或是要賺他大錢 然後這筆錢四百七十萬 都提領回來之後 都是交由媽媽在負責 他也沒有做分帳 所以全額都是在媽媽那邊 我有存進去 我是分開存額 存放在影響 跟那個傷害影響 他去做非法的 他自己他有被抓 他的行為 他是要另外被法律來制裁 那你不是啊 你也不是說你要替天行道 不是 你是因為你女兒被他打 你重點是 你要去領他的錢 你這個動機 你要怎麼解釋 過時我當警察 你跟他說 我聽不到 你跟人家提示 你自己的錢領四百四十萬 叫你的口罩 你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拿你保管 有這個道理嗎 那他錢有分離嗎 沒有 你拿到多少錢 我沒有拿到多少錢 那你那時候 處理掉那天拿到多少錢 有拿到那種 地坑 多少 地坑的 六千吧 那你至於說 誰有真心的回憶 我是覺得他弟很無辜 他有說 他們都是我的家人 我只能這麼做 所以感覺弟弟 有一半是迫於無奈的 他弟弟叫的感覺就是 他就相對啊 老爸要這樣 老母要這樣 父母要這樣 他相對 他講他話的 在鄰女弟弟的手機裡發現說 他其實蠻埋怨媽媽這麼做的 就是這些事情 都是媽媽想叫他去做的 但是為了家人 他不得不參與 他也在手機裡面抱怨過說 他今天會這樣子做 都是他媽媽害了他的 感謝您收看 今天台灣啟示錄 我是梅翔 我們再會了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梅翔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重愛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5一次 頻道訂閱人數 突破了100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